生成为史莱姆第三季炸裂来袭 在干掉小丑克雷曼后 利姆路也顺利成为八星魔王的一员 不过可惜的是 利利姆演了那么久 最终都没打探到克雷曼的幕后黑手 至此魔王盛宴也迎来了落幕 利姆路也带领众人回到魔国联邦 然而当他回去后 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 殊不知利姆路成为了八星魔王之一的世界 在魔国联邦已经人尽皆知 众人也为此感到特别兴奋 当看到一旁的迪亚波罗 利姆路顿时就傻眼了 只因之前安排迪亚波罗 处理法尔姆斯王国的事情 竟然那么快就收到魔王会议消息 然而当哈露娜拿着抹茶布丁进来时 利姆路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是迪亚波罗利用布丁收买维鲁德拉 作为换取利姆路情报的报酬 不过利姆路好奇 维鲁德拉明明就不需要吃东西 文言维鲁德拉顿时就急眼了 当他尝试过魔国联邦的食物后 这才明白以前究竟错过了多少好东西 毕竟在美食面前人人平等 紫苑做的黑暗料理除外 强如猛王也抵挡不住他的厨艺 随后利姆路询问安排的任务做得怎么样 健壮迪亚波罗表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也像猛王说明内奸的计划 原本刚接手的他很是头疼 只因紫苑下手极其惨烈 将法尔姆斯王国等人打得面目全非 也不知道紫苑究竟用了什么技能造成法则扭曲 就连回复魔法对他们也起不了作用 如果就这么和法尔姆斯王国谈判 怕是还没进门就已经谈崩了 只能使用强硬且粗暴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随着这巨大的残骄声过 正当迪亚波罗准备治疗拉赞的时候 此时此刻拉赞才终于明白 眼前的男人究竟有多可怕 身为原初的七色恶魔之一的黑暗石子 其实力极其变态 但尽管如此 更让他不敢置信的是 如此强大的恶魔竟然有服事的对象 虽然外表看似人畜无害 但内在却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如今也成为了魔王之一 在那一刻彻底明白 他们法尔姆斯王国已经唤醒了一头沉睡的狮子 留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饶 恳求成为迪亚波罗身边的一条狗 今后愿将自身一切奉献给他 祈求能够放过国王一条性命 文言迪亚波罗不禁地笑了出来 毕竟实施物质为俊杰 但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胆敢再对魔王有一丝不敬或产生背叛的念头 那么法尔姆斯全境将会成为毫无生气的死亡之地 剑状一旁的国王也向迪亚波罗保证 一切都如他所愿 法尔姆斯王国将全力配合他 听到满意的答复 迪亚波罗嘴角都要理上天了 看来蒙王交代的任务能够完美完成 紧接着对他们发动独有技能诱惑者 能够防止三人的背叛 眨眼间便来到法尔姆斯王国 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敢置信 有点好奇王国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剑状拉赞首先表明他夺取了审物的肉身 并表示目前王国军全军下落不明 王龙已经彻底被消灭 但我们都知道龙种并不会因此而毁灭 他们会在世界某处重新诞生 只是好巧不巧的事 竟在附近区域再度复活 也因为维鲁德拉的复活 导致那片地上的王国军和魔物全都消失 幸存下来的也只有他们几人 话音刚落大门突然被打开 并入眼帘的正是游母等人 大臣看到平民肆无忌惮的闯入 顿势破口大骂 剑状拉赞赶忙表示 他们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这时大主教也出来说明情况 毕竟迪亚波罗正盯着自己 表示当时双方在战场上打得非常激烈 但魔物们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拼死抵抗 双方都死伤惨重 可能也正因如此 庞大的混沌气息 似乎激活了暴风龙的复活条件 而突然出现的暴风龙 请客间对战场周围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本来他们也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也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无畏无惧地挡在暴风龙的面前 对此发言迪亚波罗非常满意 大主教表示来人正是魔物之主利姆路 他们本以为死期将至 却不料利姆路经过两分半的沟通 也成功说服了维鲁德拉 虽然是假的 但迪亚波罗想想都觉得激动 大臣们不解 难道暴风龙是能够进行沟通的吗 而且大部分生物只要靠近维鲁德拉 都无法在他浓密的魔素中存活下来 健壮大主教一脸霸气地表示 魔物之主利姆路可是朱拉大森林的盟主 不过对此大臣们很是不相信 而对于大臣的质疑 迪亚波罗有点不太高兴 吓得拉藏赶忙表示森林内有着魔物之国 就连树妖精都心甘情愿追随他 而利姆路正是透过树妖精 才能和维鲁德拉进行沟通 闻言大臣们顿时汗流加倍 他们非常清楚树妖精究竟有多强大 此刻也明白 如果与利姆路为敌究竟有多可怕 这事有母让各位不必担心 之前在讨伐半寿人君主时 曾与他合作过 得知利姆路其实为人非常随和 自身也希望能与人类和平相处和发展 听到这话的大臣不要脸地表示 既然你们关系那么好 就由你负责出面调解 至于诉求稍后再告知他们 然而听到这话的有母不惊地笑了出来 利姆路性格随和并没有错 但要知道你们对他可是做了什么 就因为你们派一世界的人在魔物之国大骂 导致利姆路重要同伴为此牺牲 对此他可是极其愤怒 要不是自己是法尔姆斯王国出生 不忍心看着王国因此而毁灭 他压根就不敢与对方进行交涉 先军一发之际拉赞果断出手 要不然王国怕活不过明天 也表示法尔姆斯王国已经彻底输了 如今就连接触到暴风龙魔素的国王 也落得如此惨状 文言大臣们纷纷陷入沉思 很快一致决定向魔物之国低头 也愿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协议 见状迪亚波罗也站了出来 利用完全恢复药水彻底治愈国王 眨眼间国王身体就完全恢复 紧接着迪亚波罗代替利姆路传话 一周后两国将再次进行和平会谈 再次给予法尔姆斯王国三个选项 第一国王退位并对战争进行赔偿 第二成为魔国联邦的附属国 第三则是进行全面战争 以上三个选项 需要在一周内做好决定 见状大臣想拖延一下时间 但很可惜 迪亚波罗根本不会给他们反驳的机会 这也是所有事情的经过 给他们展示国王的惨状 就是为了在他们心中埋下恐惧的种子 如果他们选择进行赔偿 那么将要支付一万枚新金币 文言利姆路顿时就坐不住 要是换算日元 那将是高达一兆元 感觉就是逼着他们支付 毕竟看似给了他们三个选择 实际答案也只有一个 只因王国军彻底毁灭的状态下 也不可能自称后续的战争 而成为魔国联邦的附属国的话 那么法尔姆斯的贵族们肯定极力反对 所以最后也只有赔偿新金币的选项 但由于赔偿金额较高 届时只能选择分期付款 按计划后续大概能回收一千枚新金币 重要的是国王选择赔偿 那么他将会失去威信 最后只能选择退位 退位则代表着失去权利 必定会被贵族们所追究责任 所以为了活下去 国王必定会拉拢尤姆的合作 那么最后将会成为魔国联邦的傀儡 如果出现内战 我们只要派兵支援即可 克雷曼刚死小丑一伙人 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 这一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 但也终于认识到他们之前 还是太小看魔王了 同伴庆幸之少 拉普拉斯平安无事 毕竟瓦伦泰以前是和会长 实力相当的魔王 他竟然可以打败对方 殊不知那天是吸血鬼力量 衰弱的新月之夜 并且他也没克雷曼那么蠢 是克雷曼太过得意忘形 才会招来死亡 此话一出引起了 福特曼的不满上去就是一拳 但他故意扮黑脸的行为 还是被其他人发现 被掀开老底 让他感觉很没面子 最棘手的是 随着克雷曼身死 交给他负责的据点 和大量物资也全打水平 只因昨天据点一夜之间沦陷 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 利姆路指派了极少的部下 他们必须对今后的方针 重新拟定计划 为了实现征服世界的野心 当前必须先沉住气 但一直被欺负也很不爽 因此他们打算给利姆路一点颜色瞧瞧 即便不用动手 也能设置一个陷阱 让利姆路自己钻进去 另一边日向发现 神圣法皇国将一切都为余神 借此实现人民的完美平等 但这个神的真面目 却是魔王路姆拉斯 月向认为这个世界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在看到西方圣教会的人 斩杀魔兽拯救小孩之后 他选择加入了西方圣教会 并只用一年就成为了圣骑士 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团长 可随着地位不断上升 他也逐渐看清了教会的真面目 然后发现法皇的真实身份 是名为路易的吸血鬼 同时也是魔王罗伊的双胞胎哥哥 月向不能接受吸血鬼冒充神来统治人类 因此打算执行斩首计划 在经历了一番大战之后 月向虽然以一敌二干掉了双胞胎 但他自己也因此到达了极限 是路米拉斯突然现身复活了兄弟俩 同时也给予了日向新生 并询问他什么是正义 如果挫败恶就是正义的话 就凭他这种渺小存在 有何得何能来评断路米拉斯的所谓是否为物 世上本就不存在能满足一切自由意志的证 认为自己能做到才是真正的傲慢 路米拉斯给日向一周时间 凭他能打败心腹双胞胎的本事 应该可以通过七要试炼 到时候他愿意用真本事和日向打一场 日向成功通过了七要试炼 并立刻向路米拉斯发起挑战 可很快就败下阵来并选择臣服 事后他才知道 路米拉斯手下的吸血鬼不会将人类生吞活泼 只需少量血液就能维持日常所需 高阶吸血鬼甚至不需要吸血就能永生不死 而人类的幸福指数越高 其血液就会越美味 因此路米拉斯严禁手下大量吸取惊奇 才造就了法皇国拥有他国望尘莫及的秩序与和平 因此日向才愿意保护路米拉斯 从而守护这个理想象 却不料听说了罗伊死在了伪装魔王参加盛宴回来的路上 就是深夜入侵的那个家伙杀死了罗伊并逃之夭夭 罗伊的实力绝对不弱 即便拥有的是虚假称号 这代表昨晚他放跑的小丑实力在魔王之上 过去作为威胁四处作乱的罗伊死 人们对神的信仰可能因此减弱 路米拉斯听说之后有点惆怅 他将魔王盛宴上的经过转告给了两人 不爽暴风龙总是妨碍他的好事 更生气罗伊怎么不死在他能看到的地方 不然他还能将其复活 热像结果是他放走小丑造成的 但他也只是听从了路米拉斯的命令行事 路米拉斯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但现在不是伤胆的时候 如今暴风龙复活以及利姆路成为新王 他们也必须重新想办法拟定策略 上来就打算去铲除暴风龙 却不知虽然他变强了 但想打败暴风龙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对方过去被勇者封印过 但暴风龙代表的是自然能量本身 如果只是狂乱的暴风 还能借由魔法控制 但暴风龙拥有自己的意志 鉴于魔法都无法伤害他分毫 而暴风龙大闹时释放的冲击波 瞬间就能轻易毁灭一个帝国 那座华丽的叶强威宫殿 也因此沦为一片废墟 但日向却不服输早晚要干死他 路米拉斯看穿了他的内心 因此劝说日向要自重 不想连他都逝去 而关于利姆路的存在 路米拉斯打算就放着不管 月向担心魔物之国正在开发都市和街道 很可能会招来天使提前进攻 但与魔王利姆路和暴风龙为敌 只会更加棘手 况且如果他们够引人注目的话 或许也会成为那群鸟人的攻击目标 现在烦恼也没有用 虽然这样他们的教义魔物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将会被那些魔物建造的城镇彻底颠覆 路易建议让利姆路以邪恶魔王的身份 与他们建立起共犯关系 却遭到了路米拉斯的全盘讽诀 只因利姆路想打造一个能快乐度日的国家 为此人类的协助必不可少 他还在魔王盛宴上夸下海口 胆敢妨碍他的人 不管是人类魔王还是圣教会都将被视为敌人 与此同时 法尔姆斯王国的大贵族们要钱不要命 宁愿开战也不愿赔偿一万枚新金币 并试图驱虎吞狼 让西方圣教会去对付暴风龙 实在不行 还有号称史上最强勇者的闪光正行 反正前世出不了一点 却没想到对手可是暴风龙为鲁德拉 王国的荣耀在那个暴君面前犹如草剑 正因如此国王才打算破财免灾 并就此退文 大贵族们还想继续逼逼赖赖赖赖 却不料布尔蒙王国声明谴责 法尔姆斯出兵的同时 还表达了对魔物之国的支持 有人开始担心万一矮人王同样如此的话 对王国的贸易将造成严重的打击 随后士兵报告利姆路对外宣布成为魔王 傻逼贵族还以为机会来 其他魔王一定会教训利姆路 顺利的话还会帮他们连暴风龙一起面 可噩耗紧随而止 魔王克雷曼被魔王利姆路击败的情报也已经传开 不仅如此卡利翁和弗蕾自愿卸下魔王称号 选择成为魔王秘利姆的手下 因此现任的八名魔王改以八星魔王自成 这下傻逼贵族们终于选择弊子 魔王宣布退位让他老弟爱德华寄人 老弟对于这个结果表现得十分为难 事后两国成功签订了中战协议 表面上法尔姆斯也正是认可坦佩斯特是一个国家 利姆路突然发现 好像没有自己也丝毫不影响魔物之国的正常运转 只因他有一群能干的手下 利姆路刚回家就受到了小猪菜的贴脸开大 他发现只有白老不在 猪菜解释白老还有事情需要处理 他结束后他就把指挥权交还给了三寿士 利姆路无语不愧是手足想法都如出一辙 认为他们应该像充满责任感的自己看起 却不料智慧之王普通 推测这就是向他看起的结果 为了不出现魔人俘虏造反 离开前红丸还对他们进行了说明 并且很快三寿士也会过来 毕竟兽人国的首都被逆利女诈 兽人只能暂时由魔物之国收留 红王会安排有村子的先回村 前来坦佩斯特的都是想学技术的兽人 还有体力的魔人兽人则留在原地 由盖德指挥开拓首都遗址 只不过此次前来的还有魔人服务 为了慎重其见大家也会加强警戒 利姆路开心手下都聪明能干 就算没有他下令也能自行判断采取行动 他突然发现好像没了他也没事 一股寂寞之情油然而生 数日后大波罗带着和平协议和部分赔偿款而建利姆路 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前任国王的私人财产 只因他自知失去权势的自己肯定会被其他贵族略过一空 而剩余欠款王国以借条形式拖潜 为了赖下这笔欠款 其他贵族必将会展开行动 如今前国王已经移居到尤姆据典附近 就算新王想要牺牲前国王尤姆也会出手阻止 新王反而会因为失信遭到口诛笔伐 从而引起王国的内乱 为了不牵连民众利姆路让大波罗要时刻关注 唯独一点他绝对不能下场 除此之外西方圣教会打算和雷西姆接触 圣教会似乎想了解法尔姆斯王国和魔物之国的战况响起 如果放任不管可能会变成大麻烦 为了试探教会的态度 大波罗建议先派雷西姆去说语 毕竟他是景城的三位幸存者之一 会被找上也不奇怪 过去西方圣教会一直在监视维尔德拉 要是说谎也很容易被拆穿 因此利姆路打算把能给的讯息放进水晶球 再让雷西姆带到圣教会试探反应 此时戈布塔前来报告 难民和俘虏已经抵达 阿尔比斯和苏菲亚先行回来 法比欧则留下监视剩余的俘虏 利姆路则早已准备了接纳他们的临时住所 一同回来的戈壁尔给利姆路带来了密利姆的传信 他下次来完的时候会带几个仆人 到时候希望能教教仆人什么才是真正的料理 身为死党的利姆路 无论如何都要帮他实现心愿 原来是因为信仰密利姆的龙之子民生活十分疼俗 所以献给密利姆的食物也都是原汁原味 就像进化前的戈壁尔一样 也认为生世于类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拜进化所赐如今他们获得了丰富的味觉 过去索然无味的东西如今却美味无比 子愿不解这种小事密利姆一句话就能解决才能 殊不知密利姆看似无法无天 其实也很会看气氛 随着魔王盛宴过去了一个月有 如今镇上生气蓬勃 前来的访客也都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盖德却一脸疲惫的出现 他重新体会到了利姆路的伟大 只因他在分配俘虏工作期间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 有的魔人不满要听命行事 而有干劲的人也迟迟没有好成功 不免让利姆路想起了还是上班族的记忆 利姆路深知人才的运用和教育从来都不简单 这种时候最适合喝一杯缓解忧伤 盖德诉苦手下不是越多越好 每个人的成功速度各不相同 不禁会让人觉得还是自己来做比较快 可那样后面的人就无法继续成长 盖德担心再继续下去就不能给利姆路分拥 利姆路感同身受 曾经他就经常遇到不听话的作业员 相应满闯破的后背 以及只会甩锅的上司 真要吐起苦水怎么都讲不完 虽然陪盖德喝了一整晚 但靠着毒免疫的效果害他无法宿嘴 利古鲁德前来报告 魔岛王朝已经宣布要跟坦佩斯特建交 意思就是让他们尽快把路修好 于是利姆路召集鬼人族开会 想修路就必须穿越纠拉大森林 规划的路线上暂时并未发现敌对魔物 在说明了计划之后 大家也都欣然接受 但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 虽然纠拉大森林如今在利姆路的管辖之下 但边界地带的西谷和沿山中 传闻有长鼻族居住的影视村落 根据所获得情报苍蝇认为 这股力量无法忽视 只因长鼻族虽然性情温厚 本质却是个战斗民族 因此就连树妖精都避免与他们出现冲突 他建议最好还是事先智慧他们比较妥 利姆路见状打算亲自前往 红丸却毛遂自见 如果魔王前往会让对方生出戒心 猪菜吃醋哥哥最近和阿尔比斯关系要好 该不会是想趁机与家人优惠吧 子愿开心没有红丸还有她 所以问题不大 反正红丸肯定是被女人迷了心窍想要离开 利姆路是无语了 红丸是她最值得信赖的左右使 因此从不怀疑她的忠诚 为了避免子愿产生更奇怪的误会 利姆路只能将小慧留到第二天继续 次日利姆路召集所有干部宣布 要将整片纠拉大森林耐入支配领域 却不料众人全都陷入了沉默 在确认利姆路说的整片森林 也包括罗河对岸之后 红丸解释和对岸并不在树妖精的影响范围 如今承认利姆路是盟主的区域 只限于树妖精建立的地盘 对和对岸的魔物而言 新魔王的出现会是个头痛的问题 毕竟这代表森林的资源都属于利姆路 过去大家采集资源都是心照不学 但如今却要先征得利姆路的同意 毕竟他现在贵为魔王 如果不是先打报道会被视为怀有派遗 因此戈比尔的老父亲已经打算过来一趟 并想到今后接二连三的会面 利姆路就一阵头大 他打算向外宣传让塔佩斯特正式亮相 与其零零散散地找他 还不如一口气全都请过来 因此他准备办一次盛大的魔王亮相 盛典让大家玩个痛快 利姆路是万万没想到手下这么能干 他只是模糊地提出唱片机的概念 没想到真的就研发出了类似的魔法道具 任何魔法只要换盘就能自动发动 自从利姆路成为魔王以后 就沉迷开会无法自拔 一周不开会 开会开一周 苍蝇报告西北方森林有白刃巨熊出没 虽然已经被他解决掉了 由于白刃巨熊是和枪角钢蜘蛛同等 剪击魔物 一般冒险者遇到就是个死 胳膊塔担心新人碰到就危险 苍蝇和白老认为严格训练就可以 为了避免出现牺牲者 利姆路希望能提前预防 正好贝斯塔已经研发了 能发动结界的自动魔法实验机 由于坦佩斯特汇集了高浓度的魔素 装置原理就是运用空气中的魔素展开结界 不仅能释放结界抵挡魔物入侵 还能通过吸收魔素降低周围魔素浓度 虽然这样能持续自动展开对魔结界 但装置还被做成能补充燃料的设计 燃料则是大气中魔素凝结而成的魔晶石 大贤者解释若将魔晶石用于转变魔力 其中九成魔力都会消散 利姆路担心会不会效率太差 但他们能借助刻印魔法将能源损耗降到阶级 况且消散的魔素也只是重回大气中 利姆路机动要打造勇动机也不是猫 只要大气中的魔素浓度降低 危险的魔物诞生率也会下降 进一步能确保大家的安全 不仅如此装置能使用的魔法不止对魔结界 只要更换刻印不同魔法的魔法盘 其他魔法就也能发动 他只是随便说了一些概念 没想到竟然真能做出对应的魔法道具 将来如果能小型化的话 说不定还能成为装备随身携带 或者进一步大型化发动超位魔法也不错 贝斯塔建议装置分散在街道石板中 以等间距设置全自动魔法机并发动对魔结界 如果魔素浓度高就不用人工更换燃料 每天只需要派人巡视有无异常即可 利姆路对此很满意 将安装事宜交给他们全权负责 老大哥最开心 这下他终于能随心所欲释放气场 暴风龙失落自己一直在压抑气场有点 他不解利姆路怎么什么事都没有 殊不知利姆路全都装进了卫带里 自从和哥布林第一次见面之后 他就一直在这么做 虽然成为魔王让他的魔素量大幅提升 但捕食者也进化成了暴食之王 他的卫带容量早已精非细比 因此完全没有想要解放气场的需求 大波罗向利姆路解释 像暴风龙那样彻底将气场压制极为困 毕竟就连红丸等人都没办法完全压制 更别说暴风龙拥有的魔素量更是超乎常用 想要维持肯定十分辛苦 暴风龙很满意大波罗的解释 因此他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进行发现 利姆路无语一旦这样 那周遭就会变成死亡大幅 说不定还会诞生暴风大幽窝等级的魔 因此他提出会帮老大哥想想办法 回到会议室会议继续 利姆路交给盖德一份设计图稿 这是要给密利姆他们住的城市 利姆路担心给盖德太多压力 于是看向一旁的凯金 凯金瞄懂答应会一起参与协助 他希望盖德的琐碎烦恼 能备更有价值的任务一散风 遇到困难随时都能找他商量 盖德担心会搞砸这个大项目 利姆路却并不在意 就算失败也会成为经验 顶多损失一座都市的资金以后再赚 紫月毛遂自荐也想被安排工作 利姆路敷衍他现在的工作也很重要 接下来他想知道大波罗的战术布置 由于现在的友母和王公贵族交涉很困难 因此被安排和前国王学习贵族理 今后看情况或许可以让前国王成为同伴 至于新王不出所料在暗中搞事 为了尽快解决此事 大波罗还推波助兰帮助新王加速组建军队 而他将自家部队编组工作交给了红丸副主 不管明年还是暗中的部队都已经准备就绪 除此之外还有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雷希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虽然他已经派人将雷希姆送到英格拉西亚王都 但由于王都设有节计 他的人无法入侵 只能目送雷希姆进入王都 而英格拉西亚和鲁贝利欧斯之间 有被称作传送门的特殊魔法回来 他当时就要求来往就通过那条路线移动 如果雷希姆回来他会立刻收到报告 可雷希姆却一直没有出现 但由于大波罗独有技能又活着 会在支配对象死亡时夺走其灵魂 因此初步断定他还活着 毕竟那边还有日向作证 利姆路也不好应来 他之前有给日向传讯 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救 如果他们愿意共存而非敌对的话 就最好不过 除非西方圣教会有所行动 不然大波罗的作战应该不会失败 虽然红丸还是很想与日向一决辞续 毕竟利姆路遇袭期间 他们也遭到了袭击 或许两件事有所关联 而且克雷曼当时说过的话 也证明还有幕后黑手 因此最好将那家伙的行动也考虑进来 如果这次幕后黑手也有介入的话 日向就有可能会展开行动 但他总感觉似乎漏掉了什么 会不会日向的行动并非出于本意 而是受人指使才盯上他 虽然利姆路不觉得日向会受他人指示行动 而能让圣骑士团长言听计从的存在 大概也只有卢米娜四十 毕竟日向连法皇的话都不听是出了名的 虽然日向也有可能是被什么人叫唆行动 但他不认为幕后黑手能命令日向 黑手能煽动法尔姆斯王国 甚至还操纵魔王克雷曼消灭坦佩斯特 但不代表黑手能随心所欲控制日向 因此这次西方圣教会应该不会有所行动 毕竟他已经表明不愿敌对 日向应该不会这么蠢单方面挑起战争 当时日向说他爱事 应该也只是因为教义不允许和魔物共存的关系 大贤者分析虽然一连串事件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但推测并非由一人引起 参与其中的各方势力看似目标一致 实则都暗藏着矛盾之处 也就是说幕后黑手不止一个 这么想一切就能说得通 克雷曼是魔物之国为眼中钉 同时也打算利用他们 因此应该很乐意看到他和日向杀个尼斯王国 法尔姆斯认为他是个阻碍 应该也很期待日向能将他干掉 日向则基于教义立场 没办法放过他这个魔物 因为三方立场一样才使得事态进一步发展 就结果来说他逃了 王国败了以及克雷曼死 克雷曼嘴里的那位大人应该正忙着成整战力才能 大贤者推测对方应该不会这么快再次出手 如果黑手有远胜克雷曼的利益 应该会在更早阶段加以介入 但有一点还无法忽略 幕后黑手为多数人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牵扯到多人的利害关系 事态发展就不是日向一个人能决定的 正因为幕后黑手是多人 所以才会因为利益关系导致步调一直没有统 大波罗毛岁自建会亲自去来的消息 他听说当初给前国王消息的是一群商人 现在回想起来一点重头 利姆路联想到靠战争赚钱的战争贩子 推测那些商人为了利益暗中推动战争也不是不可能 有了方向利姆路立刻着手安排 朱塞负责调查克雷曼账本中有关商人的来往记录 大波罗调查与法尔姆斯有生意往来的所有商人情报 红丸需要重新严格选拔援军阵容 以确保任何情况都能应对 利姆路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乌鸦嘴担心雷西姆会被灭口 却不料一语成衬 不久之后就收到消息雷西姆已经死亡 生命不惜开会不止 利姆路开完日向接着开 小老弟萨雷开局嘲讽日向 不但没阻止暴风龙复活 还纵容新魔王诞生 却引起法皇经卫团和西方圣教会开始口角之争 然而此刻并不是内讧的时候 日向不介意让位给这个凡骨仔 前提是他得有这个实力 利提斯报告纠拉大森林一片祥和 还有许多商人出入魔物之国 而关于暴风龙的调查 由于封印洞口被禁止进入 因此无法确认暴风龙的情况 小老弟以为关于暴风龙复活只是空穴来风 但日向坚信神域绝对不会出错 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关于法尔姆斯王国现状 刺头仔报告新王登基后看似一片祥和 但新王却在召集强大拥兵和强行征兵 隐隐有内乱的前兆 但他并未发现有利姆路从中作梗的迹象 反倒是新王为了积攒战利 不断和各方势力以及东方商人接触 这下可以判断新王不打算履行约定支付战争赔款 毋庸置疑的是 没有一个魔王会接受这种情况 日向不相信利姆路会没想到 或许一切都在利姆路的计划之中 他想知道关于东方商人有什么可疑性的 古连达表示没有 日向需要他进一步调查 并提醒千万不要听信商人说的话 虽然古连达口头上答应 但日向清楚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话当一回事 关于当前事态的现状 由于暴风龙复活造成的影响远低于预期 因此受害者只有法尔姆斯王国军队 但他们怀疑这是利姆路故意放出的消息 实际上应该一个人都没有 想要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 就只能和幸存者当面沟通 为此日向已经招来了雷西米 除此之外还有传闻 利姆路可以和暴风龙交涉并进行安抚 由于暴风龙复活之后没有乱搞 因此可以判断这则传闻的真实性 日向确认千真万确 只因神已经下达了神域 魔王利姆路的确能够驾驭暴风龙 因此要求在座千万不能对利姆路出手 越向开门见山关于这件事 他们要采取不向魔王挑起事端的方针 禁卫军不满 岂不是要对于利姆路在法尔姆斯背后 表示无动于衷 即便魔王是不容侵犯的存在 但也只是表面如此 身为时圣人的他们就算硬钢魔王也不会说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魔王在人类领域为所欲为 但神域是绝对的 没有人可以违背 况且放着法尔姆斯不管的说法也不对 他们没必要在没事找事 毕竟雷西姆大主教加入了讨伐军 他也肃清利姆路失败 接下来很有可能被利姆路敌视 当前只能先默许利姆路方的行动 禁卫军不爽那是西方圣教会以及日向的失败 和他们鲁卑利欧斯无关 日向大方承认没错 所以这一切是他的独断决定 但他认为利姆路也不希望爆发战争 毕竟之前利姆路一直在避免纷争 并且日向还听说他也是一世戒人 事到如今日向也有点后悔 他之前也被那些东方商人利用 是对方说有魔物伪装成人类匡骗周遭诸国 还说叫利姆路的魔物是杀害他恩师的仇人 所以他才会毫不迟疑施加制裁 因此他认为先不要和晋升魔王的利姆路作对才是上策 为了避免被利姆路报复 日向打算亲自和他谈话 即便是谢罪也在所不惜 圣骑士担心他会因此隐落 但当务之急是需要确认利姆路的态度 况且他不认为担心的事会发生 毕竟根据掌握的情报 利姆路的性格相当和善 他认为只要表达几方诚意 双方应该可以互相理解 谈话间雷希姆终于到场 却不料会议室内突然闯入三个七要大师 他们不仅是培育出传说中的勇者 也是赋予日向七要失恋的人 只不过日向凭借独有技能篡夺者 已经将他们的技术全面复制 因此日向的本领早已凌驾他们之上 如今只不过是会妨害他的一些老胡子 然而既然他们出现 就代表和利姆路的是无法善良 三人听说雷希姆带回了利姆路的情报 所以才特意前来 雷希姆将在战场上被屠杀的经过全盘拖出 是他们的无知举动才让新魔王诞生于世 几个老布斯感觉和日耀士格兰擅长的光魔法十分相似 但这样应该会被对魔结界封住才对 况且也不至于有那样的威力 殊不知利姆路用的是物理攻击 同为异世界人 月向判断大概是反射阳光并集结成数 结界之所以不起作用 大概也是用了另一个世界的科学知识 不会数理化的异世界人自然无法理解 雷希姆补充这还不是最害人的 下一刻瞬间战场就被一片寂静笼罩 一转眼其余的幸存者便瞬间死去 唯一获救的人只有他们三个 日向脑海蹦出三个字天灾计 路明内斯曾经说过 为了保证身为优质粮食的人类不被暴风龙毁灭 他才被迫建立西方圣教会保护人类 如果说连路明内斯都难以招架的存在 符合条件的只有暴风龙和两名觉醒魔王 因此他们需要假设利姆路也已经觉醒 他很可能和两名大魔王的传说一样 取得了大量的灵魂 纪维军担心如果置之不理 今后毕竟成为难以应付的威胁 圣骑士则认为如果是人类转生的话 今后或许可以与人类共存 但如果利姆路真的葬送了两万名骑士的话 利姆路是否值得信任依旧无法轻易定义 关于这点日向已经有了考虑 老布斯突然插嘴打乱 对方似乎知道雷希姆还有别的讯息 随后雷希姆便取出利姆路交给他的记忆水 紧缺不料里面的内容竟然大变 如今成为利姆路对日向发起决斗邀请 日向感觉十分违和 不仅是利姆路复仇的时间点 还有眼前的老布斯又怎么会知道雷希姆身上还有讯息 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没办法拒绝 老布斯们似乎巴布的双方开战 但日向就算再怎么强大 都不可能是暴风龙的对手 他的任何攻击手段对暴风龙都不起多用 因此老布斯们专门准备了破龙圣剑 这下傻子都知道了这个老东西不安好心 日向清楚他们不仅想要消灭暴风龙 甚至希望借此一并除掉自己 事后利姆路收到情报 日向正独自向魔物之国接近 随后又发现有四名骑士似乎在追随日向行动 并且日向携带了一把神秘大宝剑 看起来不像是来谈判的 利姆路傻逼了 此刻还不知道自己的讯息已经被人掉包 与此同时大波罗一脸民众现身 就在不久之前他感知到雷西姆已经死亡 死因不明 但推测应该是被人杀死 利姆路是真的服了 虽然之前随口一说担心他会被灭口 却不料尽是一语成衬 随着雷西姆身亡 周遭各国开始传言 他是因恶魔的计谋而遭到杀害 因此各国神殿骑士纷纷展开行动 几天之内便会和新王部队会合 十大圣人中竟然有内奸 陷害大波罗的幕后黑手罗素一族浮出水面 圣人之一的古莲达不仅是二五载 还能使用美式聚合 自从得知日向正带刀赶来此地 不仅如此身后还追随着四个小兵 利姆路立刻选择开个回压压惊 五人伸手高超成功甩掉了几方的追踪 各国约三万神殿骑士为了讨伐 杀害雷西姆的恶魔正在集结 并传出有母背后也有恶魔撑腰 大波罗主动接锅都怪他派雷西姆担任时 趁机提出要代替他负责指挥 所以,紫恩 利姆路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身份暴露也不算严重问题 重点是该如何挽回局面 毕竟遇事就辞职谁都能做到 现在不是为小事沮丧的时候 这项作战依旧要他来负责道德 大波罗激动联盲表攻心 朱菜建议可以找过去 曾是卢米纳斯高僧的阿德曼打听情报 就是之前被他拉来当同伴的不死子 阿德曼见到利姆路后那头变白 彩虹屁一说就停不下来 紫苑和大波罗觉得他是同道中人 但朱菜不开心让他搞快 原来阿德曼过去是西方圣教会地位最高的书记主教 神圣法皇国是将卢米纳斯神视为顶点的宗教国家 法皇只是神的代言人 统治国家的机关是法皇厅 但那时圣教会还只是法皇厅的下属组织 毫无战力可言 为了保护信徒远离魔物威胁 事后圣教会才组建了神殿骑士团 随着法皇国与各国产生摩擦 此时法皇只属近为士团初次登场 他们的力量异常强大 还拥有命令神殿骑士团的权限 就连法皇厅最高权力者有事相求也只能靠去 再往后随着圣骑士团的出现教会的地位大幅提升 只因一伙名为七奥大师的人出现 他们是仅次于法皇的掌权者 却从不以真面目世人十分可疑 七奥大师不仅让教会彻底腐败 曾经还故意陷害阿德曼 可随着日向的强势崛起中 原本腐朽的圣骑士团一跃成为最强骑士团 与禁卫士团并称为法皇国两大策略 尤其是十大圣人更是拥有仙人级实力 是最接近魔王种的一批怪胎 其中包括禁卫士团被称作三五仙的成员 以及圣骑士团的六名队长和团长日向 因此追赶日向的四人极有可能就是十大圣人 既然圣骑士团已经开始行动 代表以三五仙为首的禁卫士团也不例外 阿德纳毛遂自剑 由他这个前书机主教去劝剑日向繁水 啊 待着 待着 情报收集完毕 接下来就要思考对策 暴风龙刚想张嘴就被利姆路堵住 他要担任最终防卫险 中二龙范病觉得很帅立刻上当答应 红丸突然开始安排作战计划 派给有母的援军包括哥布塔带队的百名起兵 绿色军团四千人 已经指挥官红艳重百人 最后由哥比尔带队的飞龙部队摆 合集四千三百名援军 哥布塔面色凝重 只因干部中就他还是原皮有点心虚 密母路见状安排二哈去给哥布塔壮胆 这才让哥布塔能够安心 二哈自信由子愿传授的拿捏分寸诀窍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对方有三万援军士大波罗没想到 他原本以为新王最多聚集一万人 新王集结部队期间 他就让救王去追问原因 不出意料新王挑了 不仅不承认前朝的契约 还打算将救王处死 一旦坦佩斯特分而采取军事行动 诸国就会团结一致对抗 此时救王正被有母闭 原本加上四千三百名援军也有一万战力 可面对三万敌军还是有点不放心 为了避免战争 利母路打送放弃战务 大家却觉得万万不可 一旦放弃从此就会被各国嘲笑 大波罗有了主意希望交给他全权负责 他保证会如利母路所期望的那样 不会牵连无辜人士 只要找出陷害病嫁祸给他的犯人问题 或许三万人中就有人与犯人有所关联 他会温柔地对他们进行体温 下一刻红丸又开始安排其他人的作战计划 利母路直接无语好像没有自己也无所 但关键问题在于日向他们 苍蝇突然收到紧急消息 此时圣骑士又出动了上百骑士 看方向正式朝坦佩斯特前进 不出意外他们将和日向一同抵达 这下利母路开始头大 除了暴风龙以外 高端战力还是有所欠缺 暴风龙建议让他发泄一波 只要假装误射就可以 却被利母路毫不犹豫驳驳回 不然万一日向只是来对话 那不打也得打 智慧之王分析很有可能 也就是说双方还有谈判的谜底 毕竟进小姐之前就很担心日向 因此她不想跟日向厮杀 利母路希望万一打起来 尽力避免对方也能牺牲 众人集体猛逼那还怎么玩 紫月又提出一个想法 正好她的紫刻仲也有一百人 足够成为他们的对手 利母路觉得他们的实力还不够 红丸却觉得或许有效 只因紫刻仲拥有追加技能完全记忆和自我再生 普通攻击很难让他们丧命 实力若反而会让骑士团大 正好适合拖延时间 万一有意外她的红艳重也能前往助阵 可即便如此剩下的四名圣人也不好对付 当前只有红丸紫月和苍蝇手上没事 在考虑到百名骑士中可能也有圣人的话 紫月必须亲自指挥紫刻仲和红艳重 关键时刻三寿时突然闯入会议厅 他们也想参战帮忙 作为报答利母路收留的恩情 有红丸帮忙背书他们绝对值得幸运 利母路见状答应让他们参战 最后还不忘提醒 虽然他不愿意让对方出现伤亡 可一旦局势发展成战争 大家要立刻改变目标 先保证活命再考虑歼灭对手 与此同时冤枉大波罗的幕后黑手终于浮出水面 东方商人达姆拉德联合罗素一族首领格兰贝尔 意图暗中铲除日向 就连诸国评议会的五大佬也早就被格兰贝尔掌 达姆拉德希望等帝国完成西方的支配之后 他身后的势力希望能一同支配精子 格兰贝尔拒绝想屁吃 却被达姆拉德反问是不是想和他为本 古连达不爽突然掏出美式聚合威胁 然而格兰贝尔并不在意对方的茂盛 他不希望打乱法尔姆斯与英格拉西亚的平台 更不愿让那片土地被魔王夺走 对东方商人来说 也不想经由矮人王国的贸易路线被夺走 过去的大主顾克雷曼是他们的大主 因此消灭克雷曼的利姆路就成了他们的仇人 如今日向已经按照计划前往坦佩斯特 得知此事的利姆路肯定无法贸然行 古连达则趁机协助爱德华消灭旧王 达姆拉德刚一离开 古连达就不爽对方一副瞧不起人的态度 殊不知他身后站着的 是主宰东方地下社会的秘密组织 而达姆拉德就是其中的三巨头之一 但毕竟他想对付的不是普通恶魔 为了保险起见 格兰贝尔要求古连达把另外两个三巫先脱下水 日向被手下圣骑士追赏 他们不愿意让日向单独面对魔王 因此不顾命令也要与他同行 除了副团长留下手家 其他人则靠抽签决定盖罗多也留下 日向无奈只能随他们去 众人一路来到波尔蒙王国 却惊奇地发现受魔物之国影响 原本是乡下国度的这里发展迅速 不管是时尚衣物 还是高级武器竟然都能与法皇国相媲美 并且普通国民看起来过得都很幸福 最离谱的是就连拉面店都有 随即日向静止走进店内来了一碗猪鼓拉面 里面还提供一次性筷子 就连高汤都和故乡的味道一样 圣骑士哪里见过这种食物纷纷震惊不已 毫无疑问背后也有利母鹿的餐饮 随着饺子端上来 日向展现手速瞬间加了一个放进嘴 却让他说出好汤 其他人还以为是听错 毕竟天下无双的圣骑士怎么会有这种弱点 况且还是世界最强人类 众人迅速就实现了光盘 本想再来一盘却被告知卖完了 只因是魔王亲自批发给他们的商品 所以数量暂时有限 吃饱喝足五人再次踏上旅程 想去坦佩斯特就必须穿过魔物横生的揪拉大森林 可一路上却舒适的让他们感觉乏味 地板铺设的和王都一样漂亮就离谱 周围也没有魔物的气息 月向看出整条街道都安置了对魔捷径 以至于旅途的安全性飞跃提升 他们终于理解出入布尔蒙的商人特别多的原因 眼看前方有魔物挥手 还以为他们已经暴露 实际上他们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冒险者 巡逻队员提醒一行员 不能乱丢垃圾 不能在道路上打架 想露营的话 每隔十公里营设置营水区 每二十公里设有派出所 每四十公里还有旅馆 圣骑士们都惊了 不仅有水还免费提供 在他们还在保护国民不受魔物袭击的时候 这里却已经几乎完全不用担心 这一路的所见所闻 让圣骑士们认为 利姆路是个有才干的魔王 甚至比一般的领主 还用心致力于治国安民 没有将利姆路认定为敌人是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 让利姆路接受日向的卸责 可让日向不解的是 利姆路是真心想实现人魔共存 既然如此又为何想要跟他单挑 由于日向只靠起马光明正大的行动 导致红丸担心这是以自己当诱饵 暗中却安排其他部队发动突袭 果不其然 苍蝇已经发现还有一支部队正沿着救道路隐秘行动 日向万万想不到 本应在家坐镇的副团长正带着人打算搞偷袭 只因日向几人刚离开 七要就利用雷纳德对日向的忠诚找他单对话 他们泼脏水日向 魔王瓦伦泰有所勾结 不仅如此 这次他还打算和利姆路联手 正常来说雷纳德肯定不相信 毕竟日向是最虔诚的卢米娜斯教姓 绝对不可能背叛神和大家 七要蛊惑证明的方法只有一个 他要是听了就无法回头 但为了日向的清白 雷纳德坚持要听 因此七要表示只要讨伐魔王利姆路 答案就呼之欲出 如果日向真的和魔王勾结 肯定会拼命出手阻止 雷纳德担心暴风龙会出手 七要却说暴风龙复活或许只是一场骗局 毕竟确认邪龙复活的只有法皇和日向两人 说不定法皇也只是受到日向教唆 而日向早就和魔王利姆路见过面 可能他一开始就被魔王蛊惑 假设他已经被利姆路控制的话 雷纳德开始脑补如果是真的 如今能救日向的就只有他了 毕竟他是为了追随日向才志愿成为圣骑士 为了证明日向的清白 雷纳德不出所料伤了这个大逼党 可正当他打算指挥各部队开始行动之际 此刻中的哥布林便已经将他们包围 利姆路收到双方开战的消息 无奈日向还是选择战斗 而日向此时才收到情报 三五仙全都参与了法尔姆斯王国的内战 可接下来魔法通讯受阻 导致日向没能完全听清楚尼古拉斯在说什么 此时众人都感受到雷纳德的气息 于是立刻奔赴战场 而出手阻拦通讯的正是利姆路 见日向结束通讯就直奔交战地 利姆路无奈只能去和日向做个了断 另一端圣骑士们发现这些魔物明明不是不死族 却怎么都杀不死 反而是他们一旦受伤就会陷入沉睡 只因紫苑是真的人才 说要把敌人砍到长眠是来真的 他们的武器都涂抹了强效安眠药 利姆路都惊了 本来还担心紫苑搞不定 却不料他已经率领部队让一半敌人失去了战斗力 紫苑顺势让哥布杰和哥布亚也加入战斗 两人担心会议说的是让他们待命 可既然胜利就在眼前 自然是要挑战更强的敌人并赢得胜利 哥布杰担心这是抗命 红安觉得懂得随机应变是正确的 紫苑肯定是判断有胜算才会下达那种命名 利姆路认可 既然能毫发无伤让对方丧失行动力 那就没有必要客气什么 等日向赶到战场不可置信 先不说雷纳德为什么会带人出现在这里 圣骑士们被全面压制也是他没有料到的 但战争既然已经爆发 他不觉得单靠交涉就能平息利姆路的怒务 再注意到利姆路身后的三寿使和两名妖宝 而他这边刚好也有四名部下或许不寿 看样子利姆路是刻意配合他这边的人数 一想到利姆路留言要一对一单挑 那肯定就不希望有人来搅决 利姆路正与日向对峙 当他提到大主教被杀时 日向已经猜出这一切都是七要搞的鬼 可惜眼下双方已经开战 单靠嘴上解释已经没有效果 利姆路希望他能撤兵回国 这样才能相信日向不是来挑起战争 但奈何日向身边都是猪队友 他们都觉得眼下这种情况 要是撤兵让日向独自留下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日向的安全 面对这种无理之俗红丸也不跟他客气 为了不妨碍利姆路与日向的交谈 两人默契地选择到一旁去解决矛盾 另外两个圣人也被三寿石盯上 最后一个圣人则交给了苍蝇 周围瞬间就只剩下了利姆路和日向两人 一个以为对方是来攻打魔物国 一个以为对方是想邀请自己单挑 两人都很神奇的没有再去解释一句 另一边紫苑一直紧记利姆路的话 还想劝两个圣人投降别丢了性命 但奈何圣人眼里都是容不下魔物的人 此刻他们只觉得紫苑是个妖鬼 像这种灾恶级魔物需要尽早除掉 以免发育成魔王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进化成妖鬼的是红丸他们 紫苑进化成的是更具进攻性的恶鬼 副团长人都惊呆了 他本以为紫苑面对着必杀一击 会选择避开攻击 但没想到对手竟能强大到将灵子圣炮反弹回来 此事碍于利姆路的不杀生命令 紫苑依旧是选择好言相劝 希望这些圣骑士能看清实力差距乖乖投降 为此紫苑想到了个办法 正当他准备把办法说出来时 火骑士立马打断他的话 结果被紫苑用一颗小石子温柔地提醒他 此刻在无人敢提出异议 紫苑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希望圣骑士能使出最强一击 要是自己吃下这招就老老实实投降 副团长这才意识到对方是真心不想杀人 但被打掉耳朵的火骑士 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 不听劝组直接命令 骑士团将灵力输送给自己 无奈之下副团长只好配合他发动技能 无奈之下副团长只好配合他 此刻副团长的三观再次被震碎 没想到这最强一击竟被像砍瓜切菜一样切开 但火骑士依旧不服输 还想依靠结界和紫苑打持久战消耗 连副团长劝阻的话也听不进去 看对方如此冥顽不灵 紫苑只好将西方圣教会 引以为豪的神圣结界给打碎 这下才彻底打服了火骑士这头绝驴 副团长带领的圣骑士队伍终于投降认输 另一边经过一番简单切磋 日向发现利姆路在这短时间内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连独有技能篡夺者都无法对其生效 这也意味着现在的利姆路已经到达了 和卢米纳斯同等的境界 于是日向决定用权力来对战利姆路 此刻日向还觉得信息球的内容是真的 所以打算赢下这场决斗再去弥补发生的过错 同时利姆路看到日向开始动真格 再加上智慧之王对日向这把屠龙剑的解析 得出了传说级宝物的认定 利姆路也决定拿出真本事来迎战 虽然有着海量魔素来弥补武器上的差距 再加上智慧之王的分析支援勉强打了个物物开局面 但两人依旧是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那就是日向练习了十年之久的剑术经验 并且屠龙剑的威力就算是利姆路这样的存在 智慧之王分析也是吃上一招不死也残 而且屠龙剑还有着能改写法则的特殊波长 利姆路附加在身上的多重结界都遭到了破解 就在他打算稳扎稳打的防御 等日向疲劳在发起反击时 没想到日向剑的速度不降反升 局势瞬间失衡 利姆路根本不能完全躲开日向这雨点般的攻击 正当他苦求智慧之王想想救命办法时 智慧之王也不如使命地学到了未来攻击预测这个技能 有了这个技能的加持 日向接下来的攻击全都被提前预判 局势再次逆转 利姆路完美地挡下了日向全部攻击 看着和刚才感觉截然不同的对手 日向也猜到利姆路能挡下全部攻击绝非碰巧 再加上此时各自对战的众人也全都回来 他明白大事已定 于是日向希望能用下一招来定胜负 利姆路在他眼中没发现杀意 便答应了日向的请求 只是他希望自己接下这招后 双方从此就互不相恨 还要日向发誓再也不进攻魔物国 这话把日向整懵了 他还以为是利姆路想单挑 所以才满足利姆路的要求 就他个人而言更加希望双方能和平商谈往后适应 听到这话利姆路也傻了 自己留下的信息明明是希望能好好谈谈 如果无法接受才一对一单挑满足日向 他本想跟日向解释信息株的事 但奈何此时日向已经开始准备蓄力大招 优优优独播剧场 通过牺牲掉究极技能暴食之王 利姆路总算是接下了日向的最强一击 此刻两人都几乎把全身的能量消耗带紧 日向还以为利姆路是故意正面接下这招 所以一个劲的夸他牛逼 听到日向这话利姆路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铁钉时被智慧之王给忽悠 就在日向认输战争总算结束时 突然地上的屠龙剑发生魔术失控 就在不久前东方商人根据现有的情报 预感到迪亚波罗是个不好惹的存在 于是决定先溜一步 只留下一群雇佣而来的恶魔猎人 帮助法尔姆斯王国新王二傻对抗魔物国 有了三五仙和恶魔猎人的助阵 还听闻日向去消灭利姆路了 二傻瞬间觉得自己底气十足 直接诬陷就王大傻串通 尤姆斯托的战败赔偿金 打算以此为由顺势消灭掉尤姆和大傻 见状萨雷也拍出左右手大块头 加入先锋部队中 为的就是对付杀死大主教的恶魔 因为他听闻对方已经作为援军 去到尤姆身边了 然而就在大部队刚出发没一会 没想到迪亚波罗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来教训一下这群 让自己在利姆路大人面前出丑的杂鱼们 当他直接出现在二傻面前 注意到一旁有各国记者围观时 迪亚波罗还贴心的给记者们上了一层防护罩 防止待会有什么误伤到这群记者们 然后温馨劝告二傻立刻收兵和有母和解 不然就会感受什么叫绝望 但此时二傻有着三五仙壮胆 根本不怕眼前这个高见魔将 不仅诬告迪亚波罗勾结大傻想索取双倍赔偿管 还勇气可嘉的连同利姆路也一并嘲讽了一番 接着又拿出信息球让记者们看 信息球里面只有大主教求饶被杀的画面 二傻一口就咬定是迪亚波罗潜入西方圣教会杀死的大主教 为的就是担心大主教不怕恶魔的恐惧会说出真相 这套说辞把迪亚波罗都尬住了 他本以为二傻只是自己傻 但没想到能把别人也当傻子 为了推翻二傻的说辞 迪亚波罗打算测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有人能克服对自己的恐惧 还温馨的给在场杂鱼们一个小忠告 吓得二傻立马召出周围 此时恶魔猎人们也以为眼前的只是区区一个高级魔将 根本不把迪亚波罗放在眼里 但迪亚波罗也不在乎这些嘲讽 只是淡定的让恶魔猎人们准备好就告诉自己一声 然而有焉必定是无伤 这招洛雷根本伤不到迪亚波罗分好 像他这样抗性拉满的存在 洛雷连挠痒都撑不上 戏耍完这群恶魔猎人后 迪亚波罗开始测试起在场所有人 直接一招魔王霸气将士兵连同二傻全都吓晕 不少恶魔猎人也不停地跪地囚牢 只有保护罩外的记者们不受影响 还以为迪亚波罗什么都没干 保护罩内此时已经几乎全军覆没 撑住魔王霸气的只有眼前的恶魔猎人 还有身后的三五仙两人 虽然说已经放海只用了一成实力 但能挺住魔王霸气 迪亚波罗还是决定奖励一下他们 于是淡定的和他们讲解起恶魔的进化方式 但仅凭几句话还是不足以让三五仙恐惧 萨雷此时依旧觉得不是对手太强 只是这群恶魔猎人泰菜而已 被任命守护卢米奈斯神的他们 他们和这群菜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他不懂只是说了几句什么赤红纯白的废话 有什么好惧怕 所以萨雷决定用实力来让迪亚波罗说出真实面目 看对方这么努力 迪亚波罗也不装摊牌了 承认自己不是杂鱼口中所说的高阶魔奖 而是进化后的恶魔大功 这下萨雷终于意识到自己踢到钢板了 毕竟恶魔大功可是比一般魔王更强的存在 更别说是被赐予了名字的恶魔大功 此时身后不明真相的古莲达还以为萨雷索 直接一把短剑就刺向了迪亚波罗的左肩 殊不知迪亚波罗不仅抗性拉满 更是免疫一切的物理攻击 没想到还有如此靠谱的队友 事已至此萨雷只能希望大块头能紧早回来 一起讨伐眼前的恶魔大功 殊不知此刻大块头这边也遇到了麻烦 不仅有蓝牙拦住了去路 不远处还有龙人和哥布林混合的援军 于是大块头决定自己去单挑蓝牙 让二傻大军去对付敌方援军 结果蓝牙根本不管大块头 一个劲的在军队里冲来冲去 没点敏捷属性的大块头根本追不上蓝牙的速度 只能眼睁睁看着蓝牙偷袭 好不容易才等到蓝牙对自己出手 大块头立马觉得自己又醒了 此时哥布塔他们也即将抵达战场 结果等他闪亮登场时 却看到了奇怪的影响 面对这种连三五仙 一样的怪物 剩余部队立马被吓得头都不回的撤退 此时萨雷深知靠自己根本打不赢对手 一心只盼望着大块头能早点回来 但他又看不惯迪亚波罗那傲慢的态度 立马又将胜属性魔法附加到剑上 想着就算打不死骑马也稍微能蹭伤一下对手 结果迪亚波罗早已看穿了一切 在发动的瞬间就解读了其架构并加以分解 直接无效化了萨雷的附加魔法 尽管萨雷还是非常的不甘心 但奈何实力的差距摆在眼前 就算再战一百回合 他也是伤不到对方分毫 此时他终于明白 迪亚波罗要是真想杀自己分分钟就能秒杀 但却没有这么敢 所以比魔王更强的怪物根本没必要去特意杀害大鲁教 也就是说这个恶魔不是真正的犯人 再回想起这次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月相明明不打算有所牵扯 却还是被牵扯进来 萨雷瞬间意识到七要才是真凶 就在这时七要其中三人突然出现 一边让萨雷继续压制迪亚波罗 一边蓄力大招美其名曰准备用魔法收拾他 结果魔法蓄力完反手就转向记者们 直接朝着他们来上一发超大范围火焰魔法 与此同时利姆路这边 月相刚为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眼看情况危机 月相连给自己治疗的力量都没了 利姆路立马拿出完全恢复药水洒向日相 但奈何日相对魔法有着极高的抗性 会自动分解魔素无效其影响 恢复药水对其完全没有作用 唯一能治疗日相的只有神圣魔法 然而会神圣治疗魔法的水圣人突然被控制 连同其他的圣人也全被魔法束缚 就在刚刚七要期中两人突然出现 并要求利姆路把日相交给他们 但别说利姆路不答应 壁旁的副团长也不能接受 正当他要拆穿七要想杀了日相的真相时 没想到火骑士直接一枪扎过去 杀了副团长一个措手不及 还污蔑副团长才是想谋害日相的罪人 这一下子把其他圣人搞糊涂 只有智慧之王察觉火骑士的气息 和刚才干涉大剑的意念相同 这意味着他就是用剑射穿日相的真凶 于是利姆路立马命令子愿揭穿火骑士的伪装 看对方识破 火骑士也不装了 直接卸下伪装变回七要一员 还威胁利姆路要是敢对他们无礼的话 那就是和西方圣教会为敌 不仅如此 迪亚波罗也传来回话 告诉利姆路他那边也出现了三个七要 在听到他说已经准备好证明真凶的充足证据后 利姆路毫不犹豫就下达了消灭七要的命运 并且正面战场也命令红丸几人逮捕七要 如果敢反抗可以用武力消灭 听到这个命令的七要丝毫没有害怕 就连利姆路当着圣骑士们的面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让大家都明白是他们改了信息珠破坏两边的和解机会 七要也丝毫不慌 因为这次七要原本就打算抹杀在场的所有人 还特意准备了个超大的魔法阵 连红丸的黑炎玉和苍蝇的操思妖斩流 都无法伤到七要分号 但可惜他们算不到还有紫苑这个变数 在紫苑特有技能厨师面前 一切的魔法阵都可以改写其效果和现象 连智慧之王都吐槽紫苑的攻击 有可能连利姆路都能伤到 眼看精心准备的魔法阵被破 七要立马就又发动新的一招朝众人袭来 就在这时没想到智慧之王居然建议重新启动 纠集技能暴食之王 并且没等利姆路同意就将七要的攻击技术吞掉 原来智慧之王早已事先备份好暴食之王 所以刚才日向一战牺牲的只是备份而已 紧接着没等利姆路吐槽完 七要又发动了致命的一招 一万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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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那是拉法尔先生 李博瑟 在绝对防御的面前利姆路毫发无伤 七耀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对魔物所向披靡的灵子崩坏攻击 竟有天会被魔王硬接下还一点事都没 意识到这次踢到钢板了 七耀果断选择脚底抹油开溜 在开溜时还不忘威胁利姆路 让他好好迎接西方圣教会的怒火 结果突然一扇门拦住了他们的路 门里出现的正是卢米纳斯和法皇 看到这场景利姆路总算明白 圣教会所信奉的神员 来和自己一样也是魔王 此时另一边的迪亚波罗 刚为记者们挡下致命一击 看眼前这个恶魔如此强大 七耀也没丝毫犹豫 果断开始蓄力使用大招 而迪亚波罗则趁着这个间隙 开始嘴顿记者们 让他们要想活命 就将事情的真相对外宣传出去 在得到记者们满意的答复后 迪亚波罗也霸气地保证 在场的人都会活着 除了一人以外 那就是熊二 因为熊二竟敢对利姆路出言不逊 迪亚波罗认为他就算死一万次都不过分 这话下的熊二立马跪下 恳求迪亚波罗能顺道把自己也救 还表示愿意献上自己的一切财富地位 甚至是王位 见熊二这么有诚意 迪亚波罗也给他指了条明路 那就是让位给尤姆当心的国王 抓住救命稻草的熊二立马让记者记下 自己要将王位让给尤姆继承 达成目的后 迪亚波罗也开始准备收拾蓄例中的七要 准备了 デーモン目 覚悟するがい この魔法より逃れる術はない トリーティウェイク 緩やかに滅びゆく世界の中で 何もできぬ絶望を知れ 発動 ディスペアタイム 何…何…これは 魔法が…魔法が消えた おい… こんなことは明かりとってなるのか 何…何…何… さて リムル様にご報告差し上げなければ 另一边在法皇的宣布下 圣骑士们纷纷对卢米纳斯下跪 接着他静止走到日向身边 一边责怪着日向的自意妄为 一边发动王者复活 让死去的日向得以重生 此时在生死边缘的日向脑海里回想起了当初 在高中入学典礼的那天突然一阵大风吹来 等风散去他就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刚好遇到了强盗抢劫马车 这让他意识到 无论是哪个世界都是充满着绝望的 现实世界里父亲染上毒蚁 不仅对母亲拳打脚踢 在输掉整个公司后还直接跳河一了百了 母亲也在那之后变得神经兮兮 日向感觉是世界将一切幸福从自己身边抢走了 所以他不想再沦为被掠夺的一方 与其眼睁睁的遭人掠夺 倒不如由自己来掠夺别人 所以日向获得了独有技能篡夺者 能完美地学习到对方的任何技巧 并且由于他出色的计算能力 又获得了独有技能数学家 能精确地提前算出敌人的动作等一系列数据 搭配上篡夺者的能力 日向轻松就解决掉了全部强盗 就在这时静老师突然出现 两人也是在那时开始有了交集 看完走马灯后的日向睁眼 就看到了披着静老师外貌的利姆路 在吐槽了一番利姆路的情商低后 日向也去治好了副团长的伤势 救助完日向后就轮到了处置这群七药 尽管七药一直变称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卢米纳斯 但捅出这么大的篓子 卢米纳斯并不打算放过七药 消灭完七药后事情总算完美解决 秘姆路也顺时邀请卢米纳斯 找个地方慢慢谈一下 关于魔物国和西方圣教会的将来 结果刚到城镇 暴风龙这个愣头青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拆穿了卢米纳斯魔王的身份 气得卢米纳斯立马拿出武器 把暴风龙从白天揍到了傍晚 另一边西方圣教会里 七药只剩下最后一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诧异为何剩余六人 不和自己归报情况时 月向的副官走了上来 质问他为何要修改信息株的内容 在他眼里并不在乎七药的目 还有卢米纳斯的真实身份 在副官心里 只有日向才是唯一真神 伤害日向的人必须要死 然而被消灭了肉身的七药 只是回到罗素族长身上 原来操控七药的是罗素一族 此时族长孙女玛丽意识到魔物国的威胁 明白利姆路是打算用经济来控制世界 于是打算亲自出马击溃利姆路 自魔王卢米纳斯现身魔物之国 亲自出手清理门户之后 利姆路与卢米纳斯进行了和解协定 他已经知道瓦伦泰就是眼前这位路易的弟弟 并且已经死在了中庸小丑的拉普拉斯手中 月向也为过去隐瞒卢米纳斯真实身份的事 和圣骑士同伴道歉 但大家一点都不在意卢米纳斯是魔王 只因他们追随的人只有日向 接下来为了两国的未来进行讨论 基于圣教会的立场 法皇国无法认同魔物之国的存在 因此雷希姆提出申请 圣教会才会准许神殿骑士出动 再加上他当时因为静小姐的事 也无法原谅利姆路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被东方帝国的商人利用 并且魔王克雷曼身边似乎也有商人出入 利姆路断定和克雷曼交易的也是东方商人 就是这群人告诉日向静小姐是被利姆路杀害的 正好那时他又也在英格拉西亚王国停留 利姆路回想起来也是火猫三丈 身为魔王的威压不自觉的朝周围扩散 煽动爱德玛丽丝进攻的恐怕也是那群人 圣骑士从雷希姆听取情报后 已经百分百确认了这一点 魔王克雷曼在背后操控法尔姆斯王国 而双方的中间人就是东方商人 只因克雷曼一心想要觉醒成为真正的魔王 而背后还有一位暗中操纵一切的 克雷曼嘴中的那位大人存在 利姆路怀疑会不会就是七要大事 卢米拉斯不爽 他的意思是七要竟敢瞒着自己擅自行动 路易认为并不是没有可能 那些个B一直想要获得卢米拉斯的宠爱 也就是他的爱之吻 毕竟上次进行仪式已经是上百年前的事 卢米拉斯突然理解 毕竟七要大事也只是人类 若是不给予他们惊奇 会老化也理所当然 所以七要才会一直想办法除掉 其他被卢米拉斯重义的对象 暗杀日向的理由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可据利姆路所知七要应该还剩一个人 日向让他放心 刚才收到舒基钦的报告 他已经将最后一个家伙干掉了 利姆路终于放心 要不是发现了东方商人的存在 他都差点要怀疑自由工会总帅的优术是幕后黑手 会议中途朱菜为大家准备了临时典型边吃边谈 接下来利姆路想要谈谈关于两国今后的关系 日向却希望能先确认 关于这次的事利姆路是否接受他们的道歉 可虽然利姆路已经不打算追究 但这次终究是日向的责任 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 和解也要等他之后再说 利姆路希望法皇国能正式承认魔物之国 并缔结邦交 卢米拉斯无所谓 他答应和魔物之国缔结百年邦交当作歉意 日向和雷纳德对此都有所顾虑 但卢米拉斯的决定不容他人置会 其他人觉得这样也挺好 如果利姆路是邪恶存在的话 他们早就凉凉了 因此是时候舍弃他们是魔物的偏见 圣骑士们无奈只能这样了 毕竟他们动员一百名圣骑士的消息 恐怕早就传遍各国 三五仙拜北也被记者目击 要是连日向和圣骑士拜北的消息走漏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世界混乱 利姆路无所谓就当和日向打了平手 殊不知过去魔王被人类打败的案例寥寥无几 若是刚成为魔王就出现这种事 很可能会被其他势力小看入侵 红丸自信要是有不开眼的人 他不介意一刀爱死他们 今后作为交流的一环 圣骑士决定留下两位圣人常驻魔物之国 利姆路也会建设卢米拉斯的教会 双方分别之际 利姆路将被他吞噬的武器还给了日向 不仅如此还稍微改良了一下 本想着客套一下留大家过夜明天再留 开完会自然也要开宴会 利姆路终于也能体验醉酒的感觉 只因昨天他提醒卢米拉斯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可他连毒都不怕别说是酒 甚至为了喝醉还费尽心思降低了毒无效的效果 利姆路羡慕极了 卑微请求怎么做到 日向是万万没想到 寄拉面之后竟然连米饭都有 认为利姆路过得太悠闲了 喝醉的利姆路不介意让日向多夸几句 但他还是觉得还不够 如今物流缓慢讯息之后 他还想打造一个完善的娱乐魂境 利姆路喝大了开始得意忘形泄露国家机密 他打算让有母建国 并让那个国家在西方诸国间也具有影响 首先要让人类社会认知到魔物之国的存在 他还会建设让人安心又安全的贸易路线 最后则是通讯传输 联络水晶只有会魔法的人能使用 于是他看上了年钢丝和摩钢 经过试验发现他的年钢丝的意念传导率精元 可以进行相当清晰的意念沟通 摩钢的实验结果同样如此 只要利用得当就能打造出 连接各个国家或村庄的通讯网络 月相提醒他如果太招摇会遭到天使攻击 他们是在都市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发动攻击的存在 卢米拉斯虽然也想亲手收拾那些家伙 但那样他的真面目就会曝光 虽然因为暴风龙的关系 他的身份已经被圣骑士知道了 利姆路丝毫不锁 天使要是赶来他们只要迎击就行了 然而利姆路没想到的是 他的老乡优术真的是幕后黑手 达姆拉认为大波罗或许是能与在帝国作威作福的白色十足匹敌的可怕存在 优术此刻不愿在与利姆路的势力正面交锋 如果不是优术提前联络 达姆拉就会在利姆路面前撞见日向 到时候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如今他打算先回本国 关于他推行的奴隶满卖 优术打算先搬倒奴隶商会 唯独特定机密商品的罕见魔物还是一切照旧 卡扎利姆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弄垮奴隶商会 只因优术打算让他建立功劳 并打算将此事交给卡扎利姆去做 但他却希望今后优术能称呼他是卡扎利姆 在克雷曼死后他就下定决定 魔王卡扎利姆的名字在完成复仇之前他要先封印起来 利姆路是怎么也没想过 自己都成了魔王还会被荡成女人 不仅如此对方还打算把他抓走黑黑黑 原来坦佩斯特开国祭典的举行日期正式敲顶 干部们全都忙得不可开交 经过加维鲁和佩斯塔持续改良至今的恢复药 他们决定在祭典上进行展览 借此招募人才一起研究 还要跟黑兵卫较量一番 毕竟黑兵卫也打算展出得意之作 双方相约比赛看谁的客流量多 随后利姆路察觉身后被人偷窥 子愿正一脸坏笑 他要利姆路好好期待他的企划 却让利姆路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除此之外暴风龙也不甘寂寞 他要用自己的龙之吐戏开一间铁板烧店 朱菜突然有事想拜托利姆路 他想让利姆路带自己去一趟英格拉西亚王国 只因这里有同样是转生者的糕点式祭典 利姆路邀请他加盟坦佩斯特 但吉田在这里受过不少人的照顾 帮忙可以搬店不行 见朱菜诚信邀请 吉田脸红美人计也不行 除非他们能做出令自己满意的料理 利姆路自信让朱菜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随后朱菜端上做好的鸡蛋卷 吉田被彻底征服马上就办 见大家都这么努力 利姆路也想做点什么 此时布尔蒙王国内 有垃圾贵族找摩麦尔借钱开奴隶点 而且还是长尔族奴隶 然而想抓享有市民权的长尔族根本不可能 这代表眼前这人抓的是隐居森林里的人 那样的话他身后肯定有不好惹的犯罪组织撑药 摩麦尔不想掺和此事 此时利姆路突然闯路打断了两人谈话 还发现了墙上挂着自己的壁画 垃圾贵族被打扰谈话很不爽 看利姆路脸蛋不错还以为是小姑娘 因此愿意私下教他什么事理 这下摩麦尔实在不能忍 不过是个垃圾贵族 竟然敢招惹他的救命恩人 摩麦尔趁机与垃圾贵族完成切割 今后不再与他这种和犯罪组织联手的败类来往 而利姆路此次前来时又有工作想拜托他处理 虽然每次他的工作很有趣 但准备起来都很内缘 利姆路想把之前说的速食店展开计划 先在坦佩斯特开间市营店 摩麦尔表示自那之后 他已经培育了很多专业人手 利姆路满意这次就推出汉堡薯淇和果汁 虽然光是靠秘制酱汁腌制的烧烤肉串 就能招揽不少客人 要是在同时推出饭档 销售额肯定能向上攀升 由于想开至少20家店铺 他又认为培育人员是必要开销 所以人手方便绰绰有余 利姆路见状需要五个手艺最好的人 只因他有个叫维鲁德拉的朋友 之前慷慨激昂说要开铁板烧店 利姆路不放心他一个人管店 所以需要五个手艺最好的人帮忙 摩麦尔压力拉满 他有点担心那五个人的人身安全 利姆路让他放心 要是那家伙敢耍任性 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 但摩麦尔还是担心 大家可能因为害怕无法工作 再怎么说对方也是天灾级的存在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最好是用个假名什么的 但没想到还会有和他打交道的一天 但是如果没有利姆路的话他早死 既然能被利姆路赏识 他唯有尽全力去努力完成才行 利姆路想找个能当国内主打项目的东西 他希望把城镇打造成疗养圣地 虽然温泉旅馆已经准备好了 也有能接待贵族的旅馆 但娱乐设施还是太少了 虽然对这个世界来说 既有美食又能放松的空间 作为疗养圣地已经无可挑剔 但利姆路却觉得还不够 他希望找些能更让大家享受的项目 就好比有导游带大家安全观光 揪拉大森林 在河边举办钓鱼大赛 亦或是打猎之类的 设备全都采用租借制 让游客玩个爽 这肯定能吸引那些 闲得发慌的贵族的兴趣 对平民来说也是能放松的活动 除此之外 他还在想有没有能让大家同乐的点子 他希望这次招待的客人 能成为回头客 为此必须准备各种企划 在英格拉西亚剧场表演就很受欢迎 歌剧戏剧更是天天上演 还有竞技场举行的五斗大会 利姆路听说了 有个叫勇者正姓的人很受欢迎 对方是五斗大会的霸主 就连摩曼尔也是他的铁粉 利姆路觉得很不错 他打算盖一间歌剧院 说不定会出现 立志成为剧作家的人 并且也要自己举办五斗大会 因此需要摩曼尔帮忙安排 竞技场的事情他会解决 摩曼尔需要先调查 举办大会需要什么 毕竟人不可貌相 利姆路好胆是魔王 只是把需要的东西找齐 并不可能 如果这个计划交给他的话 这种扬名的机会 不会再有第二次 并且虽然这次的目的是 邀请各国重要人士 但要是一般大众参加不了 就没钱可赚 因此他打算打造一座 能容纳五万人的原型竞技场 摩曼尔车目结舌 毕竟英格拉西亚的竞技场 也只能容纳一万人 他想准备让人可以站着看的免费区域 接着带有钱人去座位区域和收入场费 至于花钱不手软的贵族 则有相应的贵宾席 毕竟这种活动 就是要人多才有意思 一大群人站着观战时 如果能优雅地坐在位子上看 坐票和贵宾席 才能体现价值 如果人流规模达到数万 还能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哪怕这次五都大会没有收益 只要大家还想再来就算成功 摩曼尔商人之魂爆发 既然如此回复 药也有了新的宣传渠道 不管伤势多重 只要没死就能治好 那样战士们 也能上演更精彩的决斗 就算受伤下一场 也能满状态出场 就是最好的宣传效果 利姆鲁吃惊这点他都没想到 还有贩卖坦佩斯特特制武器 和防具给冒险者 没有活动时 也能出界场地 作为初学者的训练场 甚至提供专业教官还能收费 摩曼尔有预感 这将是大赚一笔的好机会 并且利姆鲁发出邀请 如果他不嫌弃的话 事后可以给他做事 什么职位都无所谓 他希望摩曼尔能成为 坦佩斯特商业部的一把手 摩曼尔见状毫不犹豫 便答应加入利姆鲁麾侯侠 利姆鲁正在为祭典 缺少亮眼项目而苦恼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 正在与哥布酒争吵的魔王拉米利斯 他和蓝牙跑过去询问才知道 原来拉米利斯因为嫌弃 自家迷宫实在太过无聊 就和属下决定要搬去魔物国定居 但他们却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在利姆鲁的领地内建了座小屋 这却被魔物国巡逻的警卫给发现了 于是他和托雷尼一起让两人睡着了 但这又刚好被路过的哥布酒看到 才发生了前面争吵的一幕 不过利姆鲁并没有责怪他们的行为 反而在看到拉米利斯建造的门时 立刻想到了一个吸引眼球的好节目 他准备在竞技场地下打造一个空间 但这却遭到了哥布酒的反对 要是在那里打造一个地下空间 很可能会因为竞技场的震动而坍塌 但要是偏离远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利姆鲁准备在那里面建造一扇厚重的人 而门的后面就需要拉米利斯帮忙了 他要打造一座地下城迷宫 这样不仅可以提供他们的居住场所 还可以让冒险者有偿进入其中探险 负责迷宫维护和管理的拉米利斯 也可以从收益中分得一部分 如果能够顺利地吸引足够的冒险者前来 那他每天的收获可能会有两金币以上 利姆鲁的安排让拉米利斯激动极了 这一下他就有了工作 再也不怕被人嘲笑是没用的魔王了 不过之后利姆鲁为竞技场的选址犯了难 现在最好的位置上面居住着来避难的寿人 强行让他们搬到城外似乎有点不太好 所以他考虑是不是要将西门进行扩张 但拉米利斯表示让他们搬进迷宫不就好 他可以将那整片土地连带房屋一起放入迷宫中 这让利姆鲁有点意外 他一直以为拉米利斯的能力办个有用的东西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次祭典帮上大忙 照这样看来最让利姆鲁担心的安全问题也有了解决方案 只要发生危险 与此同时在魔道王朝 埃拉鲁多公爵给他们的皇帝萨利昂 带来了魔物国祭典的邀请函 但这个皇帝似乎有点生气并不想理他 原来在三个月前 埃拉鲁多在没有跟他说明的情况下 就以他使者的身份去了魔物国 并且还与魔物国建立了邦交 但这却让萨利昂非常的不开心 这么有趣的地方他本还打算亲自去了 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邀请函 萨利昂说起了王公长期订购的甜品店 那是一家在英格拉西亚王国的店 最近他们甜品的品质急剧上升 而原因就是那家店换了原料的供货商 不过他看着埃拉鲁多仍然一脸疑惑 才知道他的堂妹回来并没有给自己父亲带白收 因为那个礼物其实就是那家店的蛋糕 这让身为女儿控的埃拉鲁多伤心极了 他连女儿有回来这回事都不知道 那两个曾经表示会告知他女儿消息的人 似乎早就将这个承诺忘干净了 之后埃拉鲁多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他询问皇帝准备拿这封邀请函子 萨利昂告诉他新任魔王利姆鲁是个很厉害的对手 面对他的时候才真的需要小心翼翼 答应负责建设连接魔法王朝的街道 而条件就是有权征收这条路的通行税费 萨利昂表示埃拉鲁多还太宁请 这个权力会为魔物国创造巨大的财力 像他们这类长生的种族 都是在以获得长期利益为前提制定计划的 现在南方巨大的领地已经是魔王米利姆 在他的控制下未来肯定会繁荣起来 然后是西方和北方的诸多国家 未来全都会以魔物国为中心建立中转战 所产生的通行税费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是按照常理来思考他的策略没问题 但可惜对方也是一个长生的魔王者 一节的契约是永久有效的 所以他才会说埃拉鲁多还太年轻 在另一边的军事帝国多瓦 魔物国与卢贝利欧斯建立邦交的小姐 已经传到了这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臣们慌了神 国王为此迅速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根据目击者的报告 先是一只一百多人的圣骑士团惨败 然后日向与利姆鲁的单挑战也失败了 最后才迫使卢贝利欧斯同意建交 论建树日向可是和国王互相上下 结果连他都败在那只史莱姆手下 那代表着他已经比国王还要强了 对他们国家来说这可是非常大的威胁 不过国王却让他们不用担心 他对利姆鲁的为人再清楚不过 那家伙不是会为了利益背叛朋友的人 暴风龙是真的惨 总是被利姆鲁骗了还帮他数钱 只因为了让迷宫地下城有个最终报 利姆鲁就以为暴风龙准备专属房间为由 骗他去当第一板层的Buff 利姆鲁本来是希望地上建造经济场 地下建造迷宫的工程 能在国际之前完工 但一般最少也要好几年才能完成 照理来说不可能一个多月就搞定 只不过现在却已经大致完成 只因开工没多久 兽人便主动提出协助建设 毕竟如果是利姆鲁办的祭典 卡利翁大人肯定也会参加 况且兽人各方面都受到招募 自然也要出法力帮忙 因此在多方合作下 竟然真的只用一个月就成行了 按照这个速度 或许真能在国际前完工 而多亏了拉米利斯的迷宫创造技能 直接将兽人族的临时据点 一口气转移到迷宫的第一层 兽人们因此开心到不得了 都说这里不会下雨还气候稳定 利姆路也不客气 希望能盖到极限的一百层 他想趁这次机会大干一场 有很多想设置的机关陷阱 以及根据楼层调整魔物的强度 拉米利斯不解魔物怎么搞 难道要抓野生的吗 殊不知利姆路早就有了妙计 既然知道了这么厉害的计划 他也充满了干净 随后利姆路又找到了黑兵卫 只因他收藏了很多有格性的强力装备 有会吸收装备者的魔力 来发动魔法障壁的铠甲 由于会无止尽的吸收魔力 装备者很大概率会被吸干 还有会吸收周围魔力 并转化为爆发力的剑 虽然威力惊人 不过也无法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利姆路对此很满意 他记得成为魔王时作为祝福 黑兵卫得到了独有技能神将 打造的任何装备都是稀有品质以上 利姆路希望让这些装备也找到适合的主人 黑兵卫没有任何意见 这些装备怎么使用全凭利姆路做主 这样迷宫内的宝箱就有东西可放 肯定可以吸引不少的福利连进来 潜入更深的迷宫击败更强的怪物 最终获得更强的装备 如此一来周围的旅店道具店 以及鉴定店也会成为必需品 再借助冒险者当自来水 来迷宫寻宝的冒险者绝对络绎不绝 坦佩斯特也会越来越出名 除此之外 黑兵卫还有一把武器交给利姆路 之前他拜托锻造的武器已经大功告成 不会折断不会弯曲 为了适应利姆路的魔力 此间的重点全都放在强度上 是黑兵卫的最高杰作 利姆路很满意使用正好合适 但这还不是最终形态 他听从利姆路的吩咐 使刀身根部可以开动 一旦此刀适应了利姆路的魔力后 就会进一步成长进化 直到成为金色传说 到时候刀身就会开动 拉米利斯小声确认 暴风龙是不是来处理之前说的那样 不久前利姆路突然找到暴风龙 见暴风龙说自己正忙 利姆路表示打算给他准备专属住所 暴风龙激动愿文奇想 于是利姆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要在竞技场底下建造一百层迷宫 因此需要一位能统治地下城的王 一百层友善能通往 拉米利斯家的精灵迷宫之门 所以需要一位最强守护者坐镇 暴风龙激动此人非他不如 不仅如此还有另一个好处 他一直很想解放气场的问题 也能得到解决 在迷宫里就没必要继续压抑气场 就算变回本体姿态也不会有问题 暴风龙光是想象 对冒险者人前险胜就觉得很兴奋 一旦暴风龙进行释放气场 被释放的高浓度魔素转眼间 就能产生魔力 越接近暴风龙的魔物就越强 却不料暴风龙刚来一百层就懵逼了 这里的环境让他想起被封印的山洞 但拉米利斯只需一个念头 就能创造他希望的样子 于是利姆路为暴风龙设计了满意的风格 在由拉米利斯出手瞬间改变 这下暴风龙彻底满意 而在一旁还准备了人形姿态休息的小房间 里面家具一英俱全 还有看不完的漫画 暴风龙兴奋简直完美 拉米利斯健壮也想要 利姆路同样答应会为他准备 利姆路在拉米利斯的帮助下 一百层迷宫只用一周就大功告成 他还把内部设计成自由调整模式 虽然对冒险者来说难度增加了 却也能不断给予他们新鲜感 并且美式层还有存档点 只要曾经抵达过的人 就能直接传送无序从头开始 为了防止有人耍诈让同伴带着过来 利姆路会在存档点放置强大魔物 想要使用存档点就必须先将其打倒 只要实力足够冒险者也就不会乱来 万一冒险者打不过 还能借助拉米利斯迷宫 创造的另一项全能复活之力 和拉米利斯有主从关系的人 在他的迷宫里就不会被消灭 就算被杀也会在存档点复活 为了方便拉米利斯 已经提前做好了复活道具 并且昨晚还用贝瑞塔做了实验 昨晚贝瑞塔被托勒尼杀死之后 果然成功在存档点复活 利姆路都傻逼了 怎么能贸然拿自己人做实验 但也多亏了他实验才能成功 只不过拉米利斯想要赋予不灭属性 也要先确认对方的意愿 他不可能和每个来到迷宫的冒险者定下契约 因此只能用这种一次性的道具 复活效果也仅限于迷宫之内 还能借此大转一笔 接下来就是关于暴风龙的安排 暴风龙终于迎来了自己解放气场的时刻 随着暴风龙的强大魔素迅速蔓延 整座地下城 利姆路却陷入了沉思 拉米利斯一眼定真 他肯定又在有什么坏想法 毕竟这里的魔素浓度这么高 利姆路打算把铁矿石放在这里保存 说不定一下就能变成魔钢石 正好他打算买一批铁矿石 拿过来绝对稳赚不赔 利姆路答应今后在这里暴风龙可以随意释放 唯独不能去外面 接着还需要解决的则是贝瑞塔的事 之前他对今宣示过要效忠拉米利斯 如今这个想法也并未改变 他希望能同时侍奉利姆路和拉米利斯 但这样就违背了对今的誓言 届时他会自行了断 两人无语大可不必钻牛角尖 反正拉米利斯已经搬到这里住 并且愿意协助经营地下城 只要贝瑞塔愿意帮助拉米利斯 也就等同于侍奉他 因此只要贝瑞塔同意 他打算把侍奉对象改成拉米利斯 贝瑞塔见状并未拒绝利姆路的提议 今后他愿意成为拉米利斯的下部 却也不会忘记利姆路的大恩大部 于是利姆路主动解除了创造主预令 并将主人全线交给拉米利斯 拉米利斯开心不已 这下他终于不再孤单一人 再加上托雷尼也在 他也是有两个手下的大人物 最后还需要处理地下城的问题 一百层的迷宫构造也需要设计 众人各书几件设计陷阱 有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毒箭 一踩就会受伤陷入异常状态的沼泽 会让冒险者晕头转向的旋转地 以及不易察觉的钢丝线 一旦走过去就会被大血挖快 异或者是单纯的地动陷阱 拉米利斯得意都能实现 他的迷宫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他不懂密闭小屋代表什么 于是利姆路为他们讲解 生物都需要空气 一旦浓度降低就会窒息 找不到出口就会当场病毒 另一方面也很可靠 靠他自己肯定想不出这种陷阱 利姆路还担心会不会不好实现 拉米利斯自信小意思 因此希望多给一些灵感 于是他希望给每层都赋予不同属性的效果 火焰冰冻暴风都来一遍 却不料瞬间打脸做不到 只因他没办法维持这么大量的消耗 谁知密利姆突然出声建议 只要把火龙和冰龙装进迷宫不就好了 暴风龙摆出大人的模样 他还只是个小孩子 所以无法理解大人们做的重高工作 拉米利斯也帮腔正在工作中 他这个闲人还是赶紧回去 密母路无奈解释 是因为收到了他的信 才决定策划一场盛大典礼 再怎么说都是会邀请魔王过来 自然不可能敷衍了事 拉米利斯不干了 他明明也和他们一样都是巴西魔王 你应该是招待云云的前来 你应该是选择的吗 什么 选择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拉米利斯 你也住在一起住吗 是的 我没有招待到招待 我已经占了 我占了 现在是丽云一起住 密利姆羡慕也想搬过来一起住 拉米利斯杀人诛心 他不仅一起住还有工作 不像密利姆只是个会添麻烦的客人 朱菜只用三句话就能制服打闹的两大魔王 吵架的人没有点心吃 两人闻言瞬间握手言和以老实 密利姆希望也能被安排工作 密利姆路则担心他的那些不想 塔利温和弗蕾是不是已经同意 他心虚自己这么优秀 绝对不会因为讨厌念书才逃到这里 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参加 密利姆路无所谓 反正挨妈的人不是自己 重点是龙 他当时说可以把龙抓到迷宫是不是真的 密利姆自信小问题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 密努路得到了地碎龙 猎风龙 冰雪龙以及火焰龙 并将他们都投放进了地下城 借助暴风龙释放的魔术 地下城中也开始出现魔物 陷阱也井然有序的正在布置 很快摩曼尔如约献身过来帮忙 此时领地内已经出现不少外地人的身影 密努路表示祭典结束之后 密努路就是国内的财政部一把手 随后他又被住所的豪华程度震惊到没话说 就算是英格拉西亚王都的高级旅馆 都远远比不上这栋宅底的富丽堂皇 利姆路询问哥布卫门路上是否顺利 殊不知等哥布卫门赶到的时候 摩曼尔正遭到魔物的袭击 不用猜他都知道 肯定是那个抓长尔族当奴隶的垃圾子绝搞动 因此哥布卫门近期会一直负责摩曼尔的安保 由于城镇内至少还有猪菜的结界守着 他决定派人强化沿途的街道警备 身为开会魔王开会自然少不了 接下来他需要干部们报告手上的项目进展 由于纠拉森林的各族代表已经提早往城镇集结 其中有为庆祝利姆路就任魔王 也有为了看清他究竟有多少本事 他们的目的是对魔王效忠获得庇物 一旦断定利姆路不具备相应实力的话 必定会立刻展现敌意甚至掀起攀乱 毕竟过去纠拉大森林一直都是暴风龙的地盘 如今却受到了新的魔王支配 又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来头 会感到不安也理所当然 利姆路充分理解他们的担忧 因此为了打消疑虑 干部们希望为利姆路搞一场夜见典礼 利姆路要以这个呆样子维持三天的夜见典礼 但老白和大波罗因为有事暂时无法回来 毕竟莱姆那边也要作为新王登机脱不开身 夜见第一天看到下方这么多人 利姆路一阵难为情 第一个上前夜见的就是龙人祖 利姆路心情不错 大家都是同盟好伙伴 他都把开发部门交给戈比尔负责了 今天最后夜见的是树妖姐 他们脸色沉重有事情想要告诉利姆路 于是利姆路被带到了迷宫 目睹了树妖精化身小迷妹 赞美拉米利斯样貌优雅又有气质 他们的主人非拉米利斯莫属 拉米利斯瞬间就飘了 但不仅是树妖姐 就连树人族都想要投靠他 拉米利斯本来还担心利姆路会有意见 却不料他直接答应让两族都搬进迷宫 拉米利斯这才放心 只要借助师父暴风龙的力量 扩张迷宫也轻而易举 就连他的力量也得到了增长 树妖精担心毕竟是纠拉大森林的种族 本应该追随利姆路才是 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毕竟拉米利斯才是迷宫的主人 理应享有制外法权 夜间第二天有人工作中摸鱼 还有什么牛马当着利姆路的面争吵不休 牛头人自信他们打仗最能派上用场 双方联手在森林中将纵横无敌 第一个就该灭了软弱的马头族 他们中有不少达到一级魔物 或许真是森林中最强的种族 马头人不甘示弱 只要和他们合作 不仅是牛头人 凡是跟利姆路做对的魔物 他们都会清理一空 利姆路看到他们就想到了米诺陶斯 让他们去地下城当头目都很不错 可他也知道 这两个牛马只想利用他灭掉对方的种族 于是决定先解放魔王霸气威吓一番 却不料牛马因为太血气方刚 导致没有察觉到魔王霸气 是严重不会察言观色的家伙 突然猪菜的结界被人打破 他感应到一股庞大的魔力 不像是来构筑友好关系 却不料牛马终于知道怕 担心是不是别的魔王打过来了 利姆路迅速带人前去查看 此时街道已经有不少部下被打倒 眼前出现三只巨人族 他们不爽本打算干掉克雷曼 夺走魔王宝座 结果却被利姆路率先搅局 现在心里很不爽 他们虽然不会胡乱杀生 但敢妨碍他们出气的话也不会客气 利姆路确认三人没有说话 虽然魔素量差距这么大 但地上的人却都只是暂时昏迷 但身为魔王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子愿连忙将他拦住 并自告奋勇让我来 三人中的老大魔素全开 想拿子愿热热身 另外两人不满意 利姆路可以让给大哥 但轻信至少要让他们对付 利姆路意外三人原来是兄弟 并且每个人的魔素量 都足以匹敌觉醒之前的克雷曼 因此他们的父亲肯定也是魔王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 为了节约时间 子愿直接决定一条三 三人生气非要把他打得一把鼻涕一把 利姆路担心这也太乱满了 对方不仅力量比他强 还要同时面对三个 可红丸却让他放心 毕竟如果需要放水的话 子愿比红丸更合适 于是双方来到了竞技场开战 面对三人子愿丝毫不拒 只因魔素多寡 不代表战略上的决定性战略 利姆路都惊了 没想到子愿的进步这么迅速 见三个小老弟已经知道教训姨老师 便提醒以后可不能随便去招人魔王 其他魔王只会比他更不好人 三兄弟却没想到 子愿比他们父亲说得更厉害 也就是说魔王利姆路还会更强 他们表明身份是魔王达格利尔的人 利姆路后知后觉果然很相似 原来他们是被父亲命令来利姆路手底下休息 三人稍微反抗了一下就被赶出了家门 利姆路是真的服了 但给魔王卖个人情也不是坏事 他安排子愿带着三兄弟休息 子愿美滋滋求之不得 即便是他们这种软脚下 在自己的培养下也能成为一流战士 三兄弟毫不犹豫就认了子愿这个大姐 利姆路懒得挂了 子愿爱怎么着怎么着 事后牛马祖和终于知道怕 急忙跪地宣誓效忠 芷茵刚才的骚动他们都看到 之后夜间进行得十分顺利 长尔族在祝贺的同时 也向利姆路表达了谢意 芷茵关于牛马的战争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 以至于森林中的其他种族备受煎熬 不少族人被迫离开森林讨生活 他们也不断搬迁新的居住地点 但在揪拉大森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本他是想恳请利姆路帮忙 却不料还没开口利姆路就已经解决了争端 接下来只需要寻找一居地点就能安定下来 利姆路想到一处能容纳他们全族的好地方 长老开心这下那些一去不返的族人 说不定也能尽早返回 原来有不少背景离乡赚钱的族人 出去后就不再回来 但长尔族是非常团结的种族 他不认为族人会舍弃自己的故乡 利姆路又想到了之前那位想抓长尔族当奴隶的子爵 于是立刻安排苍蝇去调查对方 终于夜间来到了第三天 大波罗和盖德也都回来了 虽然利姆路很想听关于莱姆那边的报告 但今天他要见的人可能最急事 只因这次要面对了 是长期隐居在森林中的长鼻子 在与日相等人达成和解之后 红丸便带人前往位于割下山脉的天狗族村落 却遭到了天狗族人的阻拦 红丸表明来一时代表魔王利姆路前来 天狗族人这才答应 只允许两个人进入村子 于是红丸和阿尔比斯被带到了一处一空间 所以天狗族村子才始终不为外界所知 红丸不敢答应 只因眼前的少女实力足以匹敌兽王卡利翁 他表示来此事想取得通过割下山脉的许可 以及能在山下挖隧岛 前者还好说 但在山上打动红叶却不能 原本他不在乎史莱姆成为魔王 只要不干涉天狗族就随他去 就算他身边带了只有野兽臭味的蛇也无所谓 对于红叶这个长傲之女完全不起效果 阿尔比斯一个照面便落入了下方 红叶小乔所谓三寿时也不过如此 他解释原本念在红叶时谈判对象才手下留情 红叶不甘示弱这话我说才对 为了避免误杀使者他才刻意留守 正当两女打算再次交锋之计 红丸及时出手打飞了红叶的扇子 并未刚才的话让他不越道歉 但也不能看着阿尔比斯被杀 阿尔比斯不可置信自己竟然会说 殊不知要不是红丸阻止 此刻他早就成为0.5条蛇 红叶不相信他明明有拿捏好力道 却不知自身控制气场的功力还太难 长老封此刻终于现身大骂你而是笨蛋 却不知又有多少哥布林想搓钢丝球了 封认可红丸的剑术 并看出了他的流派 此刻红丸才能确认 难怪红叶刚才的舞蹈能看出他流派的影子 原来封三百年前曾在大鬼族学习剑术 他的师父白叶有个孙子也是他的师兄 对方在剑术一道天赋异礼 白叶时常可惜无法为孙子刺民 只因他是人类 贸然为魔物命名难保不会丢了性命 最终白叶寿中正起 师兄则成为了剑之鬼 封一位痴迷于师兄的剑脊 久而久之两人便相互心生爱慕结合 红丸傻逼了 只因那个外号就是白老的 封意外师兄不仅健在 还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开心不如 果然活得久还是能听到好消息 红丸更在意白老之不知道自己喜当低 但封总算可以安心了 因为师兄培育的男子汉将会成为他的未来女婿 封全盘接受了红丸刚才的提案 就算归顺于利母路也可以 条件则是红丸要娶红业为妻 红业却傲娇还没认同红丸 虽然红丸看起来比自己更巧 但他不希望红丸是被强迫 而是发自内心喜欢自己 毕竟母亲说过让心意的男子汉 对自己动心才是好女人 阿尔比斯是真的服了 出个差怎么还多了个情敌 关于封的要求红丸没办法当场给出答复 因此需要回去考虑一番 封并无意见 毕竟红业还只有15岁 但以他的立场也希望与利母路保持良好关系 只因他看似无恙 实则已精命不久矣 红丸却大致明白不是因病所致 而是怀了红业的时间太久 封大半的力量都给了红业不说 红业出生后还为他命名 结果昔日被尊称为山神的魔素量几乎全部失去 但封却并不后悔 如今深爱的师兄培养的红丸将成为他最后的希望 只希望红丸能成为年幼女儿的后度 就算被拒绝了也无妨 毕竟他这个当爹的还在魔王麾下 只是不知当看到他们爱的结晶时 师兄会不会回想起曾经的往事 如今红业代表天狗族前来觐见 利母路表明立场自己是和平主义者 然而天狗族已经承认利母路是纠拉大森林的支配者 只希望他是一个好邻居 他绝不容许利母路对天狗族有任何干涉 眼看紫丸就要爆炸 利母路心中发毛连忙安抚千万不要啊 所幸紫丸如今也变得有自制力 他看出红业颤抖的时候 猜到他也在尽全力保持正面 毕竟经验尚浅的领导者一旦被人看扁做完蛋了 利母路答应会如红业所愿 但要先确认搬到山越地带的猪头人的权利 红业对此并无意见 天狗族不会主张对森林资源的所有权 只是厌恶受制于人仅此而已 利母路不解红业在警戒什么 任凭他怎么表示没有引起纷争的意思 红业似乎都不相信 只因他认为利母路跟那个狡猾的鸟女弗雷很要好 那就是利母路基于天狗族领土的证据 利母路连忙拉着大家中途开个小会 原来前魔王弗雷的领地和割下山脉相连 双方会出现纠纷并不奇怪 搞不好还被弗雷攻打过 据说弗雷喜欢刀的地方 或许是看上了天狗族的据点 利母路觉得不至于 因为这个就攻打人家属实有点一天 况且那个影视村子还在一空间 红业不满被人当面冷落 他说明原因弗雷的目标是魔导王朝 作为进攻对方的跳板 才企图将天狗族收入麾下 指一魔导王朝是坐拥巨大神术的高层都市 那里对天空女王而言 是无论如何都想弄到手的距离 好家伙还真被盖德说中了 原本魔王弗雷和魔导王朝 以及天狗族一直处于扭曲的三角关系 随着克雷曼被利母路消灭 弗雷和卡利翁顺势成为了密利努的部下 一股强大的势力随即诞生 只凭天狗族根本不可能抗衡 此时恰好红丸带人前去造化 不巧的是同行的还有阿尔比斯 因此红业误以为这是对天狗族的施压 然而如今弗雷似乎对利母路设计的新王都十分满意 因此早就对魔导王朝和天狗族失去了兴趣 此时红业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这下再也装不下去了 最终双方顺利达成相互帮助的友好关系 天狗族还带来了封交给利母路的信函 众人越听越不对劲 信中说明风因为卧病在床无法前来 所以才派红业前来 虽说红业性格别扭难缠又对魔物之国有所误解 但还是想将红业拜托给他 并且红业放出豪言要让红丸为他心动 红业是真的服了 母亲粗心将两封信放在了一起 白老此刻刚好从法尔姆斯回来 没想到正好听到自己喜当爹现场 信中还说红业空有力量伸手却不到家 希望他这个当父亲的能好好锻炼亲闺女 洛比是给最爱的夫君 白老没想到这么多年师妹竟然还爱着自己 甚至还为他诞下一年 果然活得久就能遇到好事 白老不满意莫菲老夫的女儿配不上你 此刻朱菜才想起来 阿尔比斯托他给红丸传话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虽然他不会放弃正妻宝座 但万一争不过当个小老婆也可以 红丸文言直接当场暴敌 却让丽姆路羡慕自己 也想体会这份受欢迎男人才有的辛苦 哥布塔拆台他明明也半斤八两了 哥布塔拆台这下可不困了 难道是要开后宫的意思吗 毕竟喜欢红丸的妹妹们风格格影 真他喵得让史莱姆羡慕 然而苍蝇却了解红丸 虽然装得很有男子气概 实则并不擅长应付女人 此刻肯定正在不知所措 盖德决定向红丸学习 毕竟喜欢他的女性 已经可以绕坦佩斯特两圈半 反倒是哥布塔拆台不能理解 仰慕他的部下全都是男的 虽然他的工作室也有女生 但他们都说生理上接受不了蜥蜴 丽姆鹿本以为是因为种族之弊 但话虽如此 女生们却经常和其他蜥蜴人去森林约会 苍蝇觉得无聊 肯定是他没有主动追求的缘母 并反尔赛女人意外的手刀青睐 珠菜一把将丽姆鹿抱在怀里提醒 现在正在说红丸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红丸虽然觉得还为时尚走 但他可以断言灵魂伴侣一个人就足够了 红业开心会努力赢得这个正七宝座 丽姆鹿觉得没什么不好 虽然不允许正面决斗 但为了让心上人喜欢自己 因此努力却没有问题 丽姆鹿再次召集干部开个报告会 顺便还要把摩曼尔老弟介绍给大家 一旦开国祭典举办成功 他将负责魔物之国的财务管理 于是摩曼尔立刻开始为大家说明开国祭的具体安排 祭典期间不光是受邀而至的客人 还有造访而来的商人 以及担任护卫的冒险者 他们将免费提供酒水餐点招待 还会在宾馆招待王宫贵族举办文宴 菜肴将有猪菜和吉田共同制作 还有利姆鹿期待的新菜色 利姆鹿刚兴奋没有两秒半就立刻念了 只因开国第一天将由他的演讲揭开序幕 众人一致同意必不可省 而演讲结束就要一部坦佩斯特歌剧院观赏公演 大波罗又懂吗 利姆鹿是深谙文化和艺术的出色魔王 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向各国展示这点 把利姆鹿都说的那叫一个难为情 而午餐结束之后就是技术发表会 培斯塔和黑兵卫将会展示新研发的药水和舞剧 第二天则举行舞斗大会的正式比赛 中午会让来宾自由行动 不管是享受本国引以为傲的温泉 还是开心逛几点摊位都行 暴风龙已经迫不及待要展示他的纠集铁板烧 利姆鹿则继续待在竞技场C位 届时会安排各位来宾与他会面 而第三天将会公布万众期待的地下迷宫 拉米利斯有一个问题 地下城95层的森林开始往上侵蚀 如今已经覆盖到了71层 却也因此消耗了超乎预期的魔素 导致无法诞生足以担任头目的魔物 拉米利斯想重新创造圣灵守护具象 需要利姆鹿帮忙准备材料 暴风龙想要利姆鹿派人清理森林 再抓几个魔物当头目 却不料利姆鹿只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哈士奇表示有合适的人选 之前既放在那边的妖狐已经苏喜 他很擅长开拓森林 所以很想试试看 利姆鹿见状决定为小妖狐取名九魔罗 却不料受此影响导致自身肝门 只因九魔罗本就拥有大量魔素 导致利姆鹿丧尸的魔素也远超预估 九魔罗也因此进化成为六尾妖 摩麦尔说完之后 接下来就轮到苍蝇报告他的调查结果 之前想抓奴隶的子爵已经遭到待遇 据说子爵是双头犬的干部 摩麦尔不可置信 那些人根本不配成为商人 只是一群凶狠残暴的奴隶贩子 其组织内拥有大量战斗奴隶 战斗力甚至凌驾于普通小国之上 但那都是曾经 等苍蝇调查之际已经被人击毁 下手的人是闪光俑者 与此同时俑者同伴一个比一个飘 认为只要俑者出马 什么魔王都不够看 俑者是万万没想到 只是多看了一眼经过的妹子 再一回头便已来到异世界 还莫名其妙被卷入了麻烦中 异世界妹妹突然就钻进其怀里求救 一个大汉正打算抓对方干坏事 俑者下意识保护怀中女子 却也因具英雄风范的游泳气行动 成功觉醒独有技能英雄霸道 勇者刚一发动技能便散发出一股王霸之气 能让沐浴其中的敌人受到震慑动弹不得 流氓不爽就要动手 却又莫名其妙的被打倒在地 只因他的技能英雄补证 能透过超级性欲的影响 让普通攻击或同伴的攻击成为致命一击 并且态度大变痛感前飞 愿意追随勇者 勇者是真的服了 自己从头到尾什么也没做就受到一个手下 而他的英雄魅力被动 则能让人看到他的活跃表现受到服务 从而产生一起战斗的念头 以及被动技能英雄行动 他的行为能成为同伴效仿的典范 刚刚还大骂勇者是自称勇者的无耻之人 转头便希望能带上他一起走 事后他从优术那里得知 自己的英雄霸道是罕见的技能 他的所有言行举止都会被旁人擅自解 优术因此希望勇者能帮一个小猫 去取缔奴隶商会双头犬 并仿称根据情报双头犬就位于巴勒奇亚王 只因之前运气好救了一名逃跑的能力 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去调查 但仅靠调查员或许连面都见不上 所以希望勇者能一同前去充当幼儿 在调查员寻找奴隶买卖政治期间 想办法吸引王国的注意力 见同伴都跃跃欲试 勇者无奈只能答应 毕竟来到一世界的这两年半里 一直受到优术的招募 所以也不好拒绝他的请求 只是没想到他的英雄霸道太过逆天 整个王国都被弄得人养马翻 在接受国王召见之后 同伴便突然和勇者失联 殊不知此刻勇者为了找厕所 却意外撞见了侯爵和自觉的奴隶交易现场 侯爵没想到 真不愧是勇者大人 竟然能突破他安排的重兵守卫 勇者文言直接傻眼 这一路上他什么人都没看见 侯爵可不管这些 既然被撞见了那也没办法 说罢便刺死自觉并甩过勇者 但卫兵却进阶被勇者同伴打倒 侯爵丝毫不慌 这里是他的地盘勇者名号并不管用 反正自觉已死这口黑锅他被钉 却不料自觉其实还没死头 又被同伴用魔法治好了 接下来自觉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老是作证 顶多只会背负买卖奴隶的罪名 如果想要隐瞒 就会再次被侯爵杀人灭口 可国王又在最恰当的时机突然出现 在英雄霸道的影响下 事情发展顺利至极 仿佛背后有只手将他强行引向英雄之道 接下来侯爵被发现是犯罪组织双头犬的干部 双头犬老巢就设在王国也被曝光 国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 因此希望勇者能协助王国剿命双头犬 于是在众人合力之下 奴隶伤人被体悟完肤的彻底肃清 只要受到勇者英雄霸道的影响 任何人都能爆发出超越自身的强大力量 勇者是真的无奈 又是和往常一样事件自己冒出来 他只需要袖手旁观就已解决 勇者的名号也被动得广泛流传 然而关于长尔族奴隶想要返回纠拉大森林 国王却也因此头大不移 毕竟如今纠拉大森林归魔王利姆路之佩 万一长尔族将人类的恶行状告魔王 说不定王国会遭到魔王报复 国王却不想顾法尔姆斯的后尘 无论如何都需要勇者帮忙走他 于是勇者答应会顾送长尔族回家 却不料又被国民误解 以为勇者是要去讨伐魔王 虽然勇者头脑却很清醒 连月相都打不过的存在何况是他 同伴却个顶个的飘得很 认为只要勇者拿出真本事的话 对上哪位魔王都不再怕了 利姆路听完报告很是为难 苍蝇却想趁事情麻烦之前除掉勇者 竟然胆敢口出狂言讨伐魔王 势必要将对方屁股打成八半 子愿不甘示弱交给他来做更适合 摩迈尔却劝利姆路以大局为重 大波罗也跟着起哄想从勇者身上找点饿 开国既是重要的国家事业 当前不论如何都应该避免和勇者起从头 不过勇者解放了长尔族奴隶也是事实 利姆路打算先跟勇者谈谈 因此要求所有人都不能插手此时 开国祭典的最后一天 利姆路的行程也被挤得满满的 此时他正在与部门国王进行会面 利姆路致谢他们之前提供的诸多协助 才能顺利解决法尔姆斯王国的问题 国王客气只是遵守了两国的协议 况且他已经将王国命运躲在了利姆路身上 所以其中也有利益考量 可即便如此利姆路依旧感谢他的信任 因此两国今后的友谊还将继续 国王还听说利姆路打算搞个大计划 由于此事牵扯各国 他准备先召集相关国家代表开个会商量 既然国王这么想知道 利姆路同意提前透露一丢丢 他希望部门王国今后能成为世界物流的中心 经过简单的说明国王便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王妃希望就算排除万难也要确保计划成真 接下来利姆路又会见了矮人王 矮人王抱怨都怪利姆路 才害得他们搞了个大阵仗前来 毕竟他也不能独自骑飞马来参加点 利姆路清楚这个世界的道路情况 心想必须尽快开发高铁才能解决 关于他和日向交手的情况 虽然世界都以为双方战品 但矮人王猜到是利姆路赢了 他想知道利姆路有什么打算 见利姆路一脸疑惑 矮人王解释西方圣教会已经派人去了矮人国 并表示为了方便日后交涉 希望两国正式开辟窗口 但至今对方都是矮人和魔物同种族 这次却态度大变 怎么想都是利姆路在背后推动 利姆路终于想起来 之前他是主动提过把矮人国也拉下水 三方一起建立百年有命 矮人王怒了这是他都不知道 于是利姆路接下来只能被迫接受矮人王的念头 也知道了七要大师才是圣教会的独流 日向已经要去肃清被七要屠族的人 不出意外日向将会彻底掌握实权 在之后利姆路还会见了尤姆 如今尤姆被利姆路一路保送到国王宝座 还被发了一个王妃妙兰简直润的一批 她骄傲亲亲老婆超有教养的 别看他这样其实相关礼仪经验也不少 毕竟克雷曼是个对礼仪十分讲究的家伙 凡事果然还是要有经验才行 利姆路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才吃尽了苦头 之前各种族前来质疑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能在一旁 尤姆深有同感 自从他成为国王 那些傻逼贵族就纷纷想要觐见 一想到那群只会搞拍戏的白痴就头疼 克鲁西斯则成为了王国骑士长 虽然他一心都是卡利翁的手下 但短期内也会照顾好尤姆这个笨蛋 尤姆不爽反驳 于是两人失控相互大骂对方才是笨蛋 随从连忙制止他们对利姆路很势利 尤姆无语他好正经 卡鲁西斯觉得他比尤姆可靠多了 就算当下任国王候补也无可挑的 然而他身为尤姆的随从 只想努力辅佐尤姆成为出色的国王 利姆路知道他是前任国王的儿子 于是给予鼓励尤姆就交给他 为了恭喜尤姆成为国王 利姆路也准备了一份大礼 将王国还欠的赔偿金全部豁免 艾德卡都惊了 这下尤姆会被当成 让魔王主动放弃赔偿金的国王 他的名声也会更加响亮 尤姆反正也不懂 只知道利姆路老爷给的好处 尽管接着就是 在建完所有宾客后 利姆路才有时间 于是直接来到英格拉西亚找老英币优术 优术意外好久不见 他看起来似乎很辛苦 利姆路倒一肚子苦水 何止是辛苦 一下被日向袭击 一下被法尔姆斯军队攻打 甚至还被魔王们叫去开会 不过幸好每件事的结局都还算圆满 他此次前来是想要邀请优术参加祭地 却不料优术早就做好准备 因此提前两天半就把工作做完了 并且他还有个值得信赖的顾下载 说罢顺势让卡加利出来露个脸 利姆路好奇之前都没见过他 他解释之前一直在外探索遗迹 最近才攻破世界最大的西方古代遗迹索马 利姆路好奇遗迹的所有权归谁 但具体说来却很复杂 就拿索马遗迹来说 那里虽然也是由工会负责管 但地理位置却很尴尬 当初是在西方诸国领地更西边的荒芜大地发现 而荒芜大地靠近魔王达格里尔的领地 导致没人胆敢去负责管理 因此目前也有无主的遗迹 利姆路想到了克雷曼的根据地也有做遗迹 但和遗迹探险者不同 他不想为了取得宝物而破坏遗迹 卡加利复赫虽然我挖宝 但也不愿意看别人肆意破坏遗迹 随即便说出真实目的 他对克雷曼领地的遗迹很感兴趣 希望能进去探险 正好利姆路打算调查一番 既然如此就交给他帮忙处理 随后利姆路还打算带学生们也一起参加祭礼 如今魔物之国已经没有敌对势力 安全方面也做好了万全准备 优术健壮答应让孩子们也去玩一趟 最近他们学习都很用功 就当是给大家放个假 孩子们见到利姆路疯狂抱怨 说好了会常来玩结果 却一直不见人 但利姆路能来他们就很高兴 见优术也在 大家都想跟他一决胜负 只可惜今天不行 得知能去利姆路的国家玩 孩子们瞬间不淡定了 立刻回房收拾行李 提斯老师羡慕他还是那么受欢迎 并坦白由于孩子们实在太巧 他已经没东西可以教的 然而即便战斗技术没办法教 但想要让他们心灵获得成长 利姆路认为只有提斯可以做到 孩子们见提斯没收拾行李 希望他也能一起去玩 于是一转眼 利姆路便带众人来到温泉旅馆 虽然还有工作只能晚上再陪他们 但利姆路想用手上的东西玩个小游戏 有了这个就能在明天的祭典上畅空无阻 任何摊贩店铺都能随意吃喝 但上线只有一百银币 用完就必须回房面临作业地狱 众人兴奋这游戏我们完定了 虽然利姆路觉得三天内肯定用不完 接着苍蝇传来消息 闪光勇者小队即将抵达 却不料勇者的同伴全都目中无人 利姆路摆手安抚子愿 看在他们救了长尔族的份上 利姆路答应他们可以在城镇滞留 却没打算跟勇者一举刺雄 莫西甘忍不住笑了 认为利姆路是在怕勇者 虽然利姆路主张想和人类交好 但他们却不会和日向一样商当 并将利姆路当成是大反派 是邪恶就该彻底铲除 丝毫不管勇者的想法 还想让他出手就地将利姆路格杀 优术假意上前阻止 也被误会他也是专门过来视察魔王的 优术解释他是过来完蛋 利姆路是真心想跟人类和平共存 他们还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明 几个杂鱼飘了 认为优术是在说勇者不如圣人日向 区区魔王勇者一只手就能对付 见几个傻逼越说越起劲 利姆路决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明天的祭典会举办五兜大会 只要他们能获得最终优胜 就可以挑战自己 勇者无语被诸队友架着 只能被迫答应这项提案 见三人还在不停为自己吹嘘造势 勇者是真的服了连忙带着他们先离开 利姆路丝毫不慌 反正传道桥头自然指 况且有勇者参加这次五兜大会 等于是白嫖了一个当红流量做宣传 开国际的前夜记上 利姆路邀请各国贵宾享用本地特色美食 中途百老一行推着一只 重打两吨半的深海魔鱼惊喜亮相 并由白老主刀将魔鱼切成新鲜的生鱼片 却没人敢于上前品尝 只因异世界还没有生鲜鱼肉的习惯 因此众人会觉得这是奇葩料 利姆路见状只好亲自上去站台捧场 身为尼红人自然喜欢生鱼片 结果率先去吃的都是异世界的异世界人 略向希望来一份不要芥末的 却被利姆路吐槽是小孩子 只有享受芥末风味才是行家 他不满只是不喜欢呛鼻子的感觉 况且他觉得好吃就够了 僕も一つ頼目よ 啊 僕は子供じゃないので サビありで 哦 それでは これをどうぞ 略向可爱念 略向吐槽深海鱼就是比淡水鱼好吃 之前委托工会去抓遭到拒绝 又不能靠魔法传送 本来他都已经死心了 优势无奈北方大海太过危险 南方因为距离导致运输困难 只运输内海的鱼又不符合成本 说到底都是物流的问题 就和利姆路盘分的一样 只要让大家知道有些料理 只有这里才能吃得到 就不愁吸引不到吃货前来 有了前面的人帮忙打烊 这个世界的人才逐渐上前尝试 却让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鱼并不是只有烧烤一种吃法 可很快就有巡逻兵报告 城镇上空出现大型飞行物体 那是魔岛王朝萨里昂的守护龙王 更不妙的是魔岛王朝的女帝 本人也降临至此 此刻正朝着会场一动 建立母路无所屌味的模样 矮人王无语她还是一样 没头脑又不知事实 那位女帝出国必然会造成轰炉 只因魔岛王朝萨里昂的国律 和矮人王的武装国家旗鼓相当 并且也不鸟西方诸国议会的完全独立国家 女帝更是自称神志后裔 甚至被奉为天地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矮人国的历史是一千年 而魔岛王朝据说已经存在了两千年 因此就连矮人王见到女帝都无法抬起头来 更别说短命种的人类 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女帝一次 聊着聊着女帝便已经来到会场 矮人王提醒千万不可小心大意 最好把女帝当成老奸巨华的怪物 却不料利姆路刚想开口问候 就差点中了女帝的精神干扰 而这仅仅只是女帝自然流露的英雄霸气造成的影响 利姆路都惊了 看来还是不要与女帝敌对的好 却不料女帝突然凑到耳边说悄悄话 希望待会儿有时间的话 可以敞开心胸的深入交流一下 利姆路答应定好时间就会联系她 只是那么一会的功夫 利姆路就累得不行 刚才她差点就被女帝的气势压倒 此时摩迈尔前来报告 新来的那些商人们评价都很好 但有一点她感觉有点在意 她认识的那些大商人身边出现了许多生面孔 于是她做了些调查发现背景很干净 也可能只是自己落虑了 没多久以利姆为首的魔王们也终于登场 与此同时某些不安好心的家伙们也同样混进了会场 密利姆开心终于等到了今天 她期待能端出让米德雷大吃一惊的料理 比起这个利姆路好奇上次她偷溜过来玩 回去有没有被弗雷收拾 密利姆嘴音问题不大 她告诉弗雷自己有了身为支配者的自觉 之前是在外巡视领地 成功让弗雷相信了 殊不知早就被弗雷看穿了 弗雷为这么晚才来之前 只因密利姆长期下落不明 直到刚才都无法制作礼服 但多亏了利姆路帮忙建立新都市 还邀请他们参加这样的聚会 弗雷对此十分感激 利姆路突然担心弗雷有没有不喜欢的食物 因为宴会上准备了鸟肉料 鸟料理もあるのですが 問題な 鸟 ですか 一人足面色愤怨 竟然把他们比作鸟类 利姆路是傻逼了 真就言多必失 身后的卡利翁佩服利姆路厉害 能把一人比作鸟人的行为 就连密利姆都学不来 身为主人利姆路 诚心为之前的施礼道歉 然而弗雷并未从他刚才的言语中 感觉到有故意侮辱的意思 但从利姆路的言行举止来看 密利姆就是以他为榜样在成长 唯独卡利翁被弗雷盯上 务必要解释一下 刚才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利姆路还不忘说叫做错事就要道歉 密利姆表示学会了 重点是千万不能惹福利生气 不然卡利翁就是前车之鉴 很快猪菜便为大家上好了佳肴 密利姆期待这次能出现 让米德雷下破胆的美味料 但米德雷却无法认同 利姆路竟然对密利姆灌输 如此亵渎的观念 利姆路猛逼此话怎讲 只因在龙人看来 直接享用食材最自然的风味 才是他们长久以来认为的正确做法 可利姆路这里却把肉块拿去烤 还有莫名其妙的职业加以玷污 这无疑是对自然恩惠的大不敬 虽然这是利姆路的领地 他当然想怎么做都行 但却不该将密利姆也拖下水 因此这些料理他绝对不会认同 利姆路是没想到 虽然被拜托让米德雷认同料理后的食材 但想要做到似乎有点困难 密利姆道歉没想到他会顽固到这种地理 利姆路无奈之前或许太天真了 但他又不想强迫客人吃不想吃的东西 关键时刻猪菜站了出来 只见他露出无比和善的笑容惊呆重人 猪菜端出一碗汤表示 里面添加了许多的食材 正是利姆路的理想表现 诶 都有意味 只因密利姆灰下也有各不相同的种族 虽然每一个种族都有出色的能力 但如果大家能同心协力的话 势必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力量 因此只要尝过一次就会明白 却不料米德雷尝过之后当场真香 这就是所谓的调和 每种食材都不会过度彰显自我 只为能打造出整体的完美滋味 米德雷大为震撼 他过去自以为的美味全都无法和这一勺汤香米 猪菜认为所谓料理 并不是单止这一盘菜 如果将烤肉比作蜜利姆的新国家 面包就等于布尔蒙王国 若将鹅肝当成矮人王国 海鲜料理就像是魔岛王朝 因此料理只靠某一道菜是无法成立的 国与国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有通过更深度的联接 才能让彼此都获得更丰饶的满足 而这就是利姆路所期望的世界 终于在猪菜的影响下 米德雷才改变了顽固想法 但猪菜是懂阴阳人的 表示料理也不是什么都能讲的 红丸自豪不愧是我的好妹妹 最终前业绩有今无险的平安泄密 而接下来也终于到了泰国纪当天 利姆路解锁了新时装当众发表演讲 他欢迎各国游客前来 也没想过要与人类为敌 只想建立一个大家能和睦相处的国度 愿意和魔物之国建立合作他欢迎 不愿意合作他也尊重 但绝对不能因为他们是魔物 就予以不平等的对待 或是以讨伐之名行攻击之时 那他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但他保证只要前来的人没有坏心思 那么都将获得本国的庇物 废话就说这么多 泰国纪总算正式开始吧